长官、贵宾、今天与会的嘉宾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澳闹度假打工经验分享课谈会 这是由外交部、高雄市政府、屏东县政府还有澎湖县政府 一起为我们的新兴学子所特别量身打造的活动 在近年来,其实我们的政府非常的关注青少年朋友 为了让所有的青年朋友更有国际观 可以跟国际接轨、跟国际的青年朋友交流 所以开放了11国家的度假打工的签证还有协议 这哪11个国家呢 我想在座朋友很多都很了解 但是最夯的就是澳洲、纽西兰 在亚洲地区还有日本、韩国 另外在加拿大、德国、英国、爱尔兰、比利时、匈牙利 还有斯洛伐克 总共有11个国家我们签订了类似的协议 还有备忘录 所以在场的朋友你有很多很多的选择机会 但是近年来最夯的莫过于旧市澳洲跟纽西兰 每次米额开放的时候 网络可以说是秒杀十几分钟所有的额度都额满了 所以在场的朋友今天是抢破头来参加这次的经验座谈分享 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的流程 我们等会除了介绍长官贵宾还有致辞之外呢 今天的重头戏就是经验分享了 我们会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是从澳洲来谈起 我们请到了作家 还有到澳洲实际度假打工的青年学子来做分享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请到纽西兰的部分 也是一位书籍的作家 加一位我们经验分享的青年学子 最后啊邀请到的 就是在澳洲还有纽西兰任教的王又中博士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察还有建议 最后呢大安开放时间让大家进行问答交流咯 很多人对于到澳洲纽西兰度假有很多的疑问 听了之后呢可能还没有解答你心中某些的问题 你都可以踊跃地举手发问 而且告诉大家 今天前二十位踊跃提问的朋友 你还有礼物可以带回去 那就是16G的随身碟 这么棒 我们给我们的主办单位 外交部还有呢 高雄市政府 贫囊县政府 澎湖县政府 来个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好的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惊天丽临的掌管贵宾 首先就是我们的主办单位 外交部主任秘书石瑞琪西主秘 掌声欢迎石主秘 屏东县副县长 钟嘉宾 钟副县长 东雄市劳工局局长 钟孔赵周局长 厚湖县社会处处处处长 苏启昌苏处长 乔委会处长 卢锦海卢处长 外交部南部办事处处处处处处处长 陈忠 陈处处长 平东县劳工处副处长 谢明璋 谢副处长 东雄市劳工处主任秘书 林信心 林主命 金融管理委员会组长 韦庭 韦绪 韦组长 外交部男人副办事处副处长 萧盛中萧 副处长 纽西兰奥克兰 李东大学教授王宥州博士 劳动部副组长王志明王副组长 外交部亚太斯副参事 陈启佳 陈副参事 作家陈明凯先生 作家泰咸锋先生 在座谈会中经验分享的嘉宾 新途温馨小姐 陈一璇小姐 还有谢明山小姐 劳动部综合规划司科长 陈湘芬 陈科长 高雄市秘书处科长 黄启峰 黄科长 高雄市劳动部综合科长 高雄市劳动部综合科长 外交部领务局秘书 红丽玲 红秘书 中正大学 游法达教授计划团队顾问 姚佩颖 姚顾问 好 欢迎上丽玲的长官最逼 接下来就要请我们主办单位 伊德来致辞了 首先呢 邀请的就是我们外交部主任秘书 石瑞琪 石竹命上台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这个离开台北的办公室 来到我们号称是全球第二漂亮的地铁站 然后和这么多的年轻朋友在一起 我第一个感觉是 我好像白头发都变少了 整个的感觉真好 这个平洞县政府的总部县长 高雄市中局长 澎湖县的苏处长 还有我们南部外交部南部办事处的陈大使 我们乔委会的吴处长 还有我们政府单位 金管会劳动部的各位同仁 还有我们在这里政府单位的各位同仁 还有我们奥克兰理工大学的王教授 两位畅销书的知名作家 陈先生和蔡先生 还有三位我们待会实地分享 这个经验的这个社会青年 陈小姐 陈小姐和谢小姐 还有在座的各位年轻朋友 还有在座的各位媒体先进 大家早 早 也许各位会问 事实上度假打工的资讯 在网路上都非常的多 各位年轻的朋友 你们网路的这个能力 又比我们这个老LKK 又要好很多 你们外交部怎么又和高雄市和屏东县和澎湖县一起办这个度假打工协定 事实上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个问题 但是后来我跟同事讨论 我们的答案是 事实上我们政府单位都非常的努力 希望我们能够国际青年能够跟国际接轨 我们也从我们的角度 也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各位的意见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各位需要什么 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们来这里 今天最主要的经验 我们是要听大家的意见 请大家告诉我们 我们还有什么做得不够的地方 我们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的地方 请你们大家告诉我们 我们会非常的感激 我们会一定在青年和国际接轨 青年度假打工 这一块里面 我们一定会我们进我们最大的努力 当然我们在最后的重头戏 听大家的意见之前 我们也准备了非常的丰富的节目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先了解一些实际的经验以后 然后再提出一些实际的需要 的问题 包括刚才介绍的在奥克兰的这个 这个理工大学的王佑珍王教授 还有畅销书的澳洲打工度假圣经的作者 陈凯明先生 还有开始到纽西兰打工度假的作者蔡先生 另外还有三位曾经在澳纽度假实际打工经验的 三位青年女士青年朋友 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在这里代表外交部非常谢谢我们高雄市政府 我们屏东县政府我们澎湖县政府 大家一起协力帮忙 更谢谢我们政府大家一起 金管会 桥委会 劳动部 大家一起来参与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青年的学生 谢谢你们大家来参与 大家也许也许看到资料 这个我们现在总共外交部有十一个签一个十一个度假打工协定 当然我在做个广告我们现在这个这个免签的国家有140个国家 但这还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那个给我们提供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国家 我们也尽量的努力希望能够再增加打工度假的国家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希望也会有积极的结果 但是这个就就这一方面来讲澳纽现在是最夯的是没有错 大家看资料澳纽澳洲是有三万人 但前几天澳洲住这边的代表马克文先生跟我讲 事实上他们澳洲政府的统计我们有四万年轻人在那边度假打工 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年纪朋友能够尽快跟国际结构能够快快乐乐的出去度假打工 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 我们来这里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达成这个目的 希望大家一起帮我们的忙 最后我们祝我们这一次的座谈会能够圆满顺利 同时也祝福即将赴澳洲纽西兰打工度假的这些青年朋友 能够经过这一次座谈会能够得到一些能够实质的收获 也祝我们再帮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祈福 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十月提示祖密来我们致辞 谢谢也希望大家能够呼应徐竹林说的 施竹林说的 等会有问题尽量把问 好那接下来邀请到的是高雄市劳工局局长 钟孔赵中局长 请中局长上台支持 代表我们主办单位制宜的高雄市政府 欢迎中局长 好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其实是我们外交部的我们十祖论秘书也特别来到现场 还有我们外交部的陈处长 还有包括我们来自各单位的各位 各位长官 还有来自我们澎湖的苏处长 当然还有我们跟我们一直站在一起 平东县的副县长嘉宾 还有劳工处的协副厨长 当然我们今天各位来绝对不是来听我们的演讲 不是来听我们的说辞 各位最主要的是要来听听 我们的王老师王之中王博士 听听他在纽西兰的15年的经历 从开始到纽西兰 到他后面的落地深耕 在那边的教书 当然各位要听到的大概还有包括我们两位 畅销书的作者不管是他在澳洲的 包括陈鸿杆 蔡洪峰 还有两位 他们都特别来到现场跟大家来做分享 刚刚十祖论秘书特别提到 台湾的青年到澳洲纽西兰的打工 已经到四万 我刚刚跟 平鸿杆复兴的嘉宾讲说 2012年我们看到的是两万多 但是不到两年 现在已经冲到四万 再加上现在不只到澳洲纽西兰 如果再加上新加坡 新加坡现在也是另外一个青年的一个选项 也就是说透过今天来到这个高龙市 今天原来是我们的副市长 红某吴副市长他希望能够立临到现场 但是他因为高龙宣视合并之后 他原来主政的是在公务单位 刚好那马下那边刚好有一些的工程 他势必要赶到那边 所以他再赶回来可能会晚一点 他特别在这边向各位在座的青年朋友 自卸议各个共同的一个参与 晚一点他也会到场来听听在座的各位的青年朋友 对于不管是在外交部或者高雄县或服务县 或者我们屏东高雄有哪些政府部门 应该大家可以协助大家的 我想今天透过今天这一个场域 我们也特地欢迎我们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其实高雄市除了去年办了一个城市高峰会议 今年八月 今年八月我们高雄市政府将举办一个全球的一个青年的一个 一个座谈的一个大会 我们也期待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 如果居时你还没有到澳洲还没有到纽西兰打工 到时候你还在高雄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们在今年八月份 各位可以注意我们一些的讯息或网路 或我们高雄市政府的一些的新闻讯息 我们即将会播报给传送给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共同来参与今年的八月份的一个全球的一个青年座谈 包括未来的整个的创业跟高雄市未来的一个产业的结构的变化 让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分享 我在这边也特别感谢外交部给我们有这个机会 尤其是我们中央组长 他一直跟我们在这边做互动跟联系 到场地的一个借架 成为十足迷 这是我们高雄市的一个地标 这个美丽老战在全球排名里面是白名 所以各位到澳洲纽西兰打工做地铁的时候 你再看看再回头想想 高雄市的美丽岛站 你会当大厦跟那些澳洲的那些的青年朋友 说来台湾一定要来到高雄 来高雄一定要来到我们的美丽岛站 这样好吗 好 一定要做行销 一定要帮高雄市做行销 透过今天的一个共同的一个领域 我在这边也特别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朋友 还有青年朋友 当你在澳洲纽西兰或世界各地在打工度假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安全平安合法 这是最最重要的 尤其是你们青年朋友到国外的时候 家长最关心最担心的 大概就是在座的各位 在那边是不是有合法的打工 在那边是不是安全够不够 在那边是不是非常的平平安安 我想这些都是不管是公部门也好 或者说各位家长对自己的期待 或者我们青年朋友对于自身自身的一个保护 都是必须要安全平安合法 我在这边再一次祝福我们在座的各位青年朋友 大家今天来这边共同来分享 我们三位青年朋友 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新的信息 新的消息 最后我在这边再一次祝福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身体健康平安 多谢大家感谢 谢谢 谢谢中局长 高雄市政府劳工局的中局长 因为本身都为劳工服务 所以提醒大家打工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安全 合法这个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 庭东县副县长 钟嘉宾 钟副县长上台致辞 掌声欢迎 谢谢美丽的主持人 敬爱的大会主办 时时主任秘书 外交部好朋友 我们陈处长 陈大使 老朋友啊 朋友的我们谢处长 还有来自我们劳动部 还有金管会 以及高雄市劳工局孔招 以及所有在场的年轻朋友 王教授 两位大作家 还有媒体记者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很开心呢 从屏东来到 全世界最美丽的光之穹顶 那今天我们要谈澳洲跟纽西兰 坦白说 澳洲呢 我只吃过牛肉 纽西兰呢 大概小时候 大家喝过他的奶粉 我是两个地方都没去过 但是我的朋友说过 有关于澳洲的一个故事告诉我 这几年前呢 他的小朋友很小的时候啊 他就问他爸爸 爸爸爸爸 这个袋鼠会不会游泳 我这个朋友呢 很疼小孩 就这么一个儿子 那他又在跨国公司服务 因此呢 马上透过他们公司的网路呢 到澳洲的据点呢 去打听 这个澳洲的袋鼠会不会游泳啊 过了一个礼拜呢 他朋友呢 就传了一张照片给他看 河里面比澳洲很干嘛 河里面的确有袋鼠 他很开心 当天呢 就把小朋友找回来 小宝小宝 你前几天不是问爸爸说 袋鼠会不会游泳吗 爸爸呢 现在有个朋友 你看 这个照片 袋鼠在河里面 袋鼠会游泳 他想 孩子也很开心吧 就他孩子一脸往上说 爸爸 那袋鼠游泳的时候 袋鼠会不会进水啊 我说 问题在这里啊 那个 如果我这个朋友呢 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念大学了 如果早些 现在的话 大概不用麻烦澳洲的朋友 帮他打听 上网 Google一下 说不定就知道 袋鼠游泳的时候 袋鼠会不会进水 因此呢 在我们这个世代啊 澳洲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可是对现在年轻朋友呢 好像 去纽西兰跟澳洲 仿佛呢 到我们当年大学毕业 到澳湖去毕业旅 那样感觉 很方便 那其实 那当我们这个世代 当了家长之后 很多年轻人 要去所谓的度假打工 我们更是一个头 摸不到头脑啦 这个度假呢 是工作一段时间 有了积蓄 需要休息休息 你才出国度假 打工呢 是还没有正式的工作之前 赚点能用钱 那怎么度假跟打工 可以连在一起呢 坦白说 我们待会可能听听王博士的说法 只能听听两位大作家的说明 怎么度假跟打工 可以连在一起 不过外交部很重视 知道我们国人呢 现在年轻朋友啊 越来越多 要出去撞游 过去呢 是爸爸妈妈提供点 去留学 但是好像现在留学呢 好像花费很大 要撞游的话呢 现在很多地方 都人家跑马中去过了 所以改成度假打工 总而言之 总之 年轻人出去走走 看看市面总是好的 不过呢 做家长的 成为我们刚刚孔兆兄说的 总是担心年轻朋友 孩子的安全 所以呢 这里面需要我们外交部 需要我们劳动部 需要我们各地方政府呢 在各位年轻朋友 出国打工之前 能够有些 经验 有些了解 那除了今天会邀请 我们王博士 两位大作家 让大家来分享之外呢 屏東县政府也提供一个 还没有出去 闯闯的时候呢 还没到大海去 横渡的时候呢 先到我们隔壁的小溪 塑塑溪游游泳 我们屏東呢 也提供了给年轻人 一个类似度假打工的机会 叫做燕南飞 因为现在很多大宗的 年轻朋友都住在都市里面 吃过猪肉 没看过猪走路 因此屏東县政府 从去年开始啊 我们提供了 我们屏東的农场打工的一个机会 我们劳工处的副处长在这里 那么今年办了以来呢 结果吸引的呢 不只是年轻朋友 还有那种 这个像我们这种 LKK的呢 也来问说 这个农场打工没有去过啊 来试试看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希望说 年轻朋友呢 当然到纽西兰 澳洲这种地方 有一些异国的风情 但是 很多到那里的打工的工作 可能也相当吃重 也相当辛苦 在你要准备好之前 请你也可以来国内 尤其到我们屏東来走走 也让你感受一下 除了肯定 那一个度假生地之外 如果你要打工 也欢迎你在国内 先试试看 先练练胆 那最后呢 我们祝我们所有的年轻朋友 出国 壮游 打工 度假 一切顺利 平安 也希望今天呢 跟我们大桌下的分享呢 都能够行囊满满 收获丰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周副县长 在大家还没去 二约度假打工之前 就先提供 自己大家 艳丹飞的资讯了 好 接下来邀请到的是 澎湖县社会处处长 苏启昌 苏处长 上台为我们致词 掌声欢迎 澎湖县社会处长 我们彭宪 王前华县长 来参与我们今天 很高兴获得外交部 来邀请共同主办的 有关青年度假 打工的一个座谈会 那我们都知道 面对这个全球化的 一个世界潮流 鼓励我们年轻人 能够走出去 跟国际接轨 这是一个 时代的一个潮流 那我们 很肯定我们外交部 能够这么积极的 跟我们全球 一些很先进的国家 11个国家已经签订 我们青年打工的协定 提供更多机会 让我们这些青年 学生或是一些 社会青年 有机会 到国外 去历练 去体验不同的一个文化 我相信我说 今天我们彭宪的 相信可能到场不多 但是我们透过我们 前一个月 我们密集的一个先导 相信有很多我们彭宪的青年 在关心这件事情 那以我的了解 彭宪大概目前在 出国 在 这个打工游截的 可能 风气并不剩 但是我们很 很希望说 把这样的 一向这么好的一个政策 我们带回去 我们希望说 我们先政府 能够加强 在推动这样的一个政策 让彭宪更多的青年 有机会到国外去打工游截历 那彭宪今年的观光可以说是 非常夯 每一年的一个旅游人数都成长 今年又破了七年纪录 那这个一个产业发展 这个最重要的是一个人才 那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这些青年朋友 出国去游截打工回来之后 增加自己的一些竞争力 一些业力之后 也能够 如果是有彭宫县的乡亲 也能够回到彭宫 跟彭宫一起来奋斗 那彭宫的 目前的观光 一些旅游 也欢迎这边 邀请我们各位 平东县高原县的各位乡亲 有空在暑假期间 到彭宫来议游 那最后 就是感谢外交部 能够邀请我们 一起来共同主办 也祝福我们 在座青年朋友 将来到出国旅游 能够一切顺利 祝现场的各位贵宾 长官 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主义 家庭幸福美满 谢谢 谢谢 黄博宣社会处处长 朱启强处处长的致辞 好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重点 重头戏了 那就是澳洲 纽西兰度假打工 经验分享 座谈会 接下来我们会分两个部分来进行 首先是进行澳洲的部分 再接下来进行纽西兰的部分 那有一位这位嘉宾 也就是我们等会的主讲者 他本来是个喜欢捉弄小孩子的 小学生的老师 后来呢 辗转流浪到台北去 然后从事了媒体业 又为什么到澳洲去度假打工 也为什么回来会写这一本 叫做澳洲打工度假圣经呢 让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 接下来要跟大家做经验分享的作家 陈敏凯先生 热烈掌声欢迎他上台 大家好我是陈敏凯 然后我是这本书的作者 就是澳洲打工度假圣经的作者 然后 刚刚我在那个贵宾室的时候 很多的那个长官都说 哇你就是澳洲助假 赵宾圣经的作者 其实我都会觉得有点害怕 为什么呢 当初那个出了这本书 然后出版社说 那你就叫圣经好了 因为你很丰富 这样我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这样 可是就是出了这样 那他确实也加会了很多人 那我自己也觉得很 有点意外 因为实在是太多人去澳洲了这样 那刚刚主持人提到 为什么出这本书呢 其实用意很简单 就是一开始去的时候 也没想那么多 然后 去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韩国人 他们都有非常厉害的那种旅游书 然后把澳洲讲得具细迷 说我们台湾人哪里带不着这本书呢 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收集资料 回来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 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陈敏凯 那我之前的工作是 媒体业 我是在电视台工作 做企划剪接 跟纪录片相关的工作 然后后来我就去到澳洲这样 那 去到澳洲之后 存了一些钱 然后回来又继续工作了一阵子 然后就用那些存到的钱 就去英国念的书这样 然后现在我就回来了 对 那 今天来这边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时间实在是很有限 20分钟 20分钟如果我 像刚刚那个主秘讲得很好 有些东西我们就是真的网路查得到 不然的话你不要买没有关系 跑去书店偷看一下我的书 大概念一念前面一两张 差不多啊 你就知道大概说你去要准备什么 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大概有三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 去澳洲之前你要准备什么 第二个部分是你去那边的生活 你大概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怎么做 不过这两个部分哦 因为它实在是很 气节很多啊 它每一个东西你要讲 你就可以讲很久 那我就想说 我先把第三个部分讲完 等一下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 前面这边的东西这样 那所以在付到前准备 这个我就大概提一下 因为等一下我们还有那个QA的时间 如果你有问题你就问 反正我们这边很多人 大家都可以提供你解答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今天来 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就说要去澳洲 然后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买书没有上网 那我要准备什么 就是这些而已 前面这个 这四个非常简单 第一个就是你要签证嘛 签证就会越来越贵 现在是好像一万多块了 那个时候他们会赚 越越贵这样 然后还有机票 机票怎么买 这个也是很多贝博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 第二个钱跟保险 很多人他其实不太会去想 保险这件事情 去那边玩 然后玩一玩就回来 或是去打工 可是其实你会遇到很多 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想你待在台湾啊 你可能上班的途中 你也可能车祸 你去那边 你要待一年耶 或者有人要待两年 其实是 其实是蛮危险的耶 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 你被 那种什么剧毒的漏斗 蜘蛛嘎到 你怎么办 那个要送医了 那你没有保险 你就要花非常多的钱 所以我真的很建议 大家还是要保险 那 那那个 可能等一下会有人问 那个全民健保要不要停的 那个问题 那等一下我们Q&A再讲 但是我的建议是不要停 虽然你可以停 因为健保 如果你去那边受伤 你回来 在台湾还是可以再申请 而且我们健保快要倒了 大家就是当做好事 这样子 脚下健保费 这样 那 行礼的话很简单 就三个 我真的有朋友是那种 好 我决定了 我要去澳洲打工 他今天就申请 然后一个礼拜就出去了 我吓死我了 怎么那么快 这样 他从申请签证 然后去 去验X光 然后机票买一买 一个礼拜就出去了 然后我就 我靠厉害 这样子 因为他真的就是什么东西 他就是很极简 东西带的很少 你衣服啊 因为你去那边是打工嘛 你带西装去 好像也不太有用 然后他衣服也没有带很多 然后他那边也有很多的那种 就是二手衣的店 然后大家都要去那边换季 季节到了 全部衣服就卖给二手衣 然后换一批新的这样 其实你真的要带东西不多 行礼其实也没有带什么东西 比较要带 大概就电器 因为你可能要拍照啊 要有电脑啊 要有手机啊这样 所以他其实比你想象的简单 那短期计划的部分 我非常推荐大家做 为什么呢 就是你觉得说 我去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当初在去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什么计划 我就是想要去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我就飞到博斯 可是去了以后 慢慢那个计划就会长出来 你就知道说 你想要在哪里待多久 然后你想要做什么工作 有的时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啦 所以他变数很大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 就做一个短期的计划 短期计划是什么 就是譬如说 我今天假设我要去墨尔本好了 我今天怎么从我家到机场 然后从机场我要等多久 坐飞机飞到新加坡 我要在新加坡待多久 然后坐飞机到澳洲 到澳洲的时候 可能是半夜几点 有没有谁可以来接我 接了我以后我要到旅馆 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小环节 小环节小环节这样接起来的 所以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去想这些小环节 你整个去模拟一下 我到那边的生活 这个东西接起来以后 你就会顺了 你就不会害怕 因为至少你有一个把握在里面 当然你会有很多变数 比如说你到第一天就被人家抢 我真的遇过这样的人 一个香港女生到第一天去到机场 然后就被人家抢奸 没有钱 然后只好去那个找人家帮忙 这样来借钱 然后后来就打工 又把钱赚回来 你真的有这样的人 所以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都可能发生 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 大概的计划 你就不会慌张 所以你去那边 你大概就知道说 我大概要干什么 这样 那这个部分 其实它非常的拉拉扎扎 有很多东西 这样 那这个东西 我每一个大概都讲一个 那等一下我们再去讲细节的部分 那像我们去到那边 第一件事情要办三个东西 因为它三个东西是 关系到你后面生活顺不顺利 就是手机 还有税号跟开户 这三件事情 那税号的申请 其实在网路上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 然后银行就是你去那边 直接跟银行开户 那手机号码也是 因为税号跟银行这两件事情 你去最好就是第一天赶快办 因为它通常都 像银行要看运气 有时候你当天办那天月就有 有时候它要你等两三天 那税号它通常都要一个礼拜 那你这一个礼拜 你可能要找工作 你可能要出去玩 你如果后面再办的话 你会比较麻烦 所以建议大家一开始去 就办这三个东西 那日常购买的东西 这边有很多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讲好了 那住宿的话 我会推荐大家 第一次去就住客栈 就是那种 hostel 然后它有很多种名字 backpacker 然后lodge这样 但是它其实就是像那种青年旅社 就是你会跟很多奇奇怪怪的人 住睡同一间这样子 那 为什么会推荐大家住这个 因为你去啊 你什么都不知道 当你做很多功课 然后你有一些心理准备 可是你去到当地的时候 很多资讯其实是当地的人可以给你的 所以有的人会想说 我就是要出国啊 我就是要跟那个洋人多多练习英文 可是我真的觉得 真的建议 你去了之后 第一个就是找台湾人帮忙 因为它就是跟你有相同的语言 然后 虽然说 那个会骗台湾人 好像也都是台湾人这样 可是台湾人还是比较善良啦这样 所以大家都还是蛮乐意提供帮助的这样 它是可以帮助你很快的融入当地的 生活的方式 然后让你得到一些资讯 说不定我有那种朋友就是去那边两天 他就找到工作 因为有人说 那个谁谁谁他要走了 你要不要来替他工作 就找到了 我在那找个整宝这样子 他觉得很 怎么会差这么多呢 但是 在住比起那种什么去住Share House 去住那个什么 技术家庭 我真的会建议大家去的时候 就是先去住那种旅社 尤其是台湾人多的旅社 然后就会很好玩 你会得到很多资料 很多帮忙这样 那交通的部分 这个我们也等一下讲 因为可能有大家比较好奇 主要是买车这个部分 因为买车是 因为澳洲很大 澳洲是台湾的216倍 它南边有一个小岛 那个塔斯玛尼亚 那个塔斯玛尼亚 就是台湾的2.5倍这样 所以它其实是非常巨大的地方 那你要移动的话 汽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而且很便宜 有的人他一生当中买的第一部车 就是在澳洲买了3万块 而且车况很好这样 因为他们当时卖二手车这样 这个东西 这个等一下说 好 真的太多了 我怕我讲不完 然后薪资资料这个东西 就是有的人会说 我去澳洲就是要体验生活 对 然后不要去计较那个钱 这个时候你就会跟人说 不要计较那个钱 你钱都好多 那你就可以体验到 那个无业游民的生活这样 钱还是很重要 因为 而且很多的人 说实在的去那边 是为了想要赚钱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他真的工资比较高 然后就是在劳动的条件上 其实 我们别人这么说 因为劳动的条件蛮好的 所以说那个 钱这部分就蛮重要的 那去到那边 会有黑工跟白工 这个我简单讲一下 如果有问题等一下再问 黑工就是 他是不付税的工 比如说 我去帮你家插油漆 你给我钱 这个当然没有什么 但是如果他是在一间公司底下 比如说某某农场 你去那边工作 可是他直接给你钱 但是他不报税 就是他逃漏税 他是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但是 麻烦就是 你可能少很多保障 不建议大家去做这种工作 不建议去做这种工作 但是走投无路 可能也没有办法 但是就是不建议 因为他 比如说 因为他不帮你报税 你可能就没有劳健保这些东西 你没有劳保 可是你受伤的时候就很麻烦 嘿 那 你在那边 每一份工作的薪资资料 最好都把它保存起来 因为到最后你要退税啊 办退休金啊什么 他都会用得到 所以你就一直留着 所以你的包包会越越多这样 然后你会 呃 还有那个 退休金账户跟退税 这个 看麻烦 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然后通讯的部分 大概就是 呃 第一个 第一个去的时候 第一次去的时候 你可能没有手机 你在机场你要联络别人 怎么办 你要打公共电话 哦 对我打公共电话 我没有硬币耶 我都是带铝资 都是带线钞 啊 机场会有WiFi吗 不一定 嘿 而且有的时候 他会关掉哦 哇 米啊 你去到那边 哇 什么都乖啊 那你就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更建议大家 就是你还是先带台湾的手机 然后 你把那个漫游打开 但是你去反正你就换信卡 你就不要用嘛 但是你去的时候 至少你第一通 你电话是打通的 第一通电话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还是在 我记得我半夜到机场的时候 还是一个好心的澳洲太太 借我50块的 50C的那个硬币这样子 我才有办法打第一通电话 不然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那 网路的部分 这个也是一个重点 这个因为 台湾人就是没有网路 就活不下去了 这样子 你去那个图书馆 你看到一堆台 一堆人在那边用笔电 哎 你都台湾人 你直接去跟他讲中文 他都是这样子 嘿 没有真的没有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台湾人就是这样 然后 没有网路真的活不下去 这是我们的特色 那 然后在那个语言学习的部分 会有人想要去念 语言学校 他存了一笔钱 去念语学校 这个其实我个人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你去念语言学校 不然如果你真的要念 你就念短期的 因为这种东西 就是语言 你在文法 其实 大家会觉得没有信心 不要没有信心 你们的文法都很强 真的 不要 要对我们的教育部有信心 我们那个 大家真的都很厉害 这样子 然后只是你 很少有机会跟外国人讲话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人家怪 好像不说太好 这样会怕怕的 可是去你就是 抓到外国人就跟他瞎聊 你会进步很快 然后 可是 我个人的经验是 我觉得 你跟外国人聊天 因为你聊天所能够用的用语 其实很有限 然后 而且因为聊天嘛 交朋友很友好 所以他们在 说话可能会比较慢 或者是用词上面 他会考量你的 你的情况 会有一些那个 比较简单 所以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哦 诶 我的英文还蛮好的 到hosto跟那个 大家聊天 其实都还蛮顺的 这样子很不错 这样 可是后来去到全部都是 澳洲人的工作场合的时候 哇塞还不行啊 因为一来澳洲有一个枪嘛 然后它跟你 跟我们习惯的那个枪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像比较偏那个东北美的那个枪 这样 我们的教学啊 然后 我觉得听不太懂 然后他们讲话又快 而且就像 我们会有很多省略 我们去工作场合会有很多省略 哇 你觉得 都听不懂了 这样 然后 心里会很慌张 可是大概又这样子 生活了一个月以后 有一天早上起来 老板在交代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我每个都听得懂了 说哇 那个心情 就是非常快乐这样子 你发现你又level up这样子 语言的话 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是靠自己啊 你说 去语言学校 你有可能跟台湾同学 跟中国同学在那边聊天 你也可能学得不好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看个人啊 我曾经在那边遇到一个厨师啊 是台湾人这样 然后也是台南人 因为我是台南人这样 然后 我跟他出去玩 就我们四个 我跟几个朋友 四个人开车出去这样 然后回来的时候 因为在澳洲加油 都是他自助加油 因为他们人少嘛 你就要自助 然后你就是开到 那个加油站的那个加油岛 然后自己加完油以后 你看你这加油机是几号 然后你跑进去 那里面的柜台 跟他讲说 我是12号的机器这样 然后 我是11号机器 然后他就跟你讲多少钱 就付钱这样 然后 我的那个同学 他就开车 开到11号的加油岛 然后加完油以后 他问了一句话 然后我们车里面 三个人大都吓呆了 他说 诶 那个11英文怎么讲 我说 蛤 你来这边已经一年半了 你11竟然不会讲 我们刚刚跟他讲11号 他就进去 然后付了钱就出来 然后 我们在车上 我们就吓了一跳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为什么 他说因为他就在那个 一个台湾人开的餐厅里面 做厨师 所以他其实不太需要用到英文这样子 他也是活得很好 然后 我就想说 11 你都不会讲 那你平常怎么加油 他说 他只会数1到10 所以他就 开就是开那种1到10 因为今天车上有人 其他又被占满了 那我就去11嘛 反正你们车上的人知道 我说7-11 你最没人也知道 我说对 这样子 我就觉得哇 不用英文还是可以生活这样 所以 大家真的不用害怕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去 练练自己的英文 然后 多跟外国人聊天 然后 而且不要怕困难的问题 你可以问他们一些 很好玩的问题 像我也是我第一 我记得我第一天去 住的那个旅馆 有一个德国男生 我就问他说 那你觉得你们德国在欧盟里面的地位是怎么样 哇 这个他就很有兴趣 他就跟你讲了很多这样 他觉得德国是怎么样啊 怎样 我就觉得 哦 这个东西是我以前没有听过 就是他自己讲给你听的 这个比你去看什么 那种什么文献 什么世界周报 都还是来着直接 而且 就是非常的 非常直接啊 而且他是 就生力其境这样 所以 我真的很建议大家去就是乱聊啊 那意外的部分 因为这个也比较复杂一点 而且我怕我讲不完了 然后我赶快跳下一个好了 好 那等一下QA的时候再请大家 因为 大家 它可能有点小啦 不过你大概知道说 可能有什么东西 那等一下如果你有想法 你就可以再问这样 好 那这些 今天我想要 主要讲的是这个 就是你旅途上 你可能遇到的东西 跟 这些东西可能对你带什么影响 因为 今天我们在这边讲啊 大家这么多人 从很多地方来 那如果我都讲 书上有的 网络有的 我就觉得很 不太值得啊 这样子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 比较特别的东西 我是台南人 然后我有一个学弟 他是麻豆人 台南的麻豆 他以前就跟我讲说 我比你好 我为什么 你看你只有台南 我还有麻豆 我说 好像有道理呢 后来我去台北念书啊 然后 一听 是什么 没有啊 我去台北念书 我就想说 对 我很深刻体会到这句话 台北人只有台北 可是我 我除了台北 我还有台南 你对一个地方的那个感觉 有时候其实不是那么的明确 可是你去到另外一个国家 回来看自己的岛 你发现很多东西 有了比较之后 就变得很鲜明 那 这些东西其实 就是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很直接的成长 你就知道说 这些东西跟你的国家 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直接是 时间有点赶 我赶快讲 那个 比如说你可能遇到这四个东西 我大概讲一下 第一个 自然美景的部分 我们台湾 你从阿里山 你坐那个 小火车这样上去 阔夜林 然后什么 热带阔夜林 温带阔夜林 寒带 那个温带真夜林 林相变化非常大 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丰富的地方 可是跟那个澳洲的那个地貌 真的差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去那边 会遇到非常多奇奇怪怪的生物 然后 会遇到很多奇奇怪怪的地景 你都没有看过的 什么 说不定 可以啊 那 我讲一个这个就好了 因为实在是时间来不及 现在一分钟 我很想要讲这个 就是 我一个社会系的学弟 他跑去澳洲 他的 他的理由很简单 他就说 我今天读到清大社会所 在这个国家算是精英 可是其实 我没有办法体会底层生活 因为你的语言就是 你就是比较聪明嘛 你就是很多资源嘛 可是你到了新的环境 你语言不利 你就是在社会的最底层 你在那个最底层 生活之后 你会觉得很孤单的 你会觉得 不知道怎么办这样 可是那个东西 那种体会 其实会让你很有勇气 因为你发现你什么都 可以靠自己 很多台湾的台老 其实也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 我个人觉得 我个人觉得台湾其实还是 一个充满歧视的国家 这样子 我们对于那个 好像欧美人啊 对于日本人啊 对于 都觉得他们好像就比较好一点 然后可是对东南亚人 其实都比较看不起 这是 公建计就是这样嘛 可是那个东西是 你去你就会体会说 人家说 有人就说 去澳洲当台老啊 然后有人说 不是啊 我们去体验生活 但是我个人觉得 其实你就是当台老啊 你就是台湾的劳工 那叫台老也没有什么不对这样 那可是你从那个劳动的过程里面 你去体会一些事情 去明白说 有的人回来就会觉得说 我觉得我原本的工作 好像还不错 不需要抱怨那么多 有的人回来就觉得说 我觉得原本工作 真是太糟糕 我一定要想办法 改善这个环境这样 我要当个好老板 什么之类的 那个东西就是 你对你的工作 跟你的生活 你会重新去思考这件事情 在澳洲有一个我觉得 最大的好处 它跟其他 因为我还有去留学 留学也是一个身份 那我觉得澳洲最大的差别就是 哦 喝 我哉 谢谢 我这个讲完就好了 因为实在是讲不完 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是没有标签的人了 就算你读台大 然后就是你家里很有钱 可是你去了以后 这些标签都不见了 你没有社会网路了 你没有 人家不会觉得说 啊 你几天啊 不会觉得说 你读台大你很厉害 你都没有了 你就是赤裸裸的一个人 就是你本来的样子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交流 其实是很直接 看到它原本的样子 你也会很容易看到 你自己的缺点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非常迷人的 而且非常有意思的状态 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很多 它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你的问题要你自己解决 可是它提供你一个状态 让你比较容易看到那些问题 这个大概是我最想要讲的东西 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陈明凯用她的实际度假打工 今天跟大家分享 时间非常短了 只有一首歌 张慧妹的三天三夜 我想送给你的话 你可以看看而谈 好 没关系 我们等会还有问答交流时间 谢谢 那我们今天在做 都是经由网路报名 然后你们非常幸运 可以来到现场 听我们经验座谈分享 但是呢 我们请大家把这好消息 麻烦大家拨一点时间 打个卡好不好 在FB打个卡 我们来到美丽岛站 光之冲顶 来这边听这场座谈 那我也希望大家打个卡 告诉大家我们有网路直播 告诉其他没有办法到现场的朋友 可以来收看网路直播 麻烦你打卡的同时 记下我们现场网路直播的网址 那就是H-T-T-P-L-I-V-E-X-E-N-G-D-A-D-C-O-M 我跟他说最快 再一遍 H-T-T-T-P-L-I-V-E-X-E-N-G-D-A-D-C-O-M 打卡的同时 麻烦大家把现场网路直播的网址 一起放上去 让大家可以如临现场 看到我们今天 澳牛度假打工经验分享 座谈会的现场实况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到的下一位主讲者 喂 各位好 下一位主讲者就是我 首先先 谢谢一下 我们这次外交部的处长 祖密 还有我们南部办事处的校副处长 举办的这个活动 以及帮忙筹备这次活动的人员 各位辛苦了 我很高兴来到这边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蔡咸峰 我是那个 开始到女生园打工经验的作者 我的经历就是在 2006年到7年的时候 在女生园有待过我一年 这当中有一些打工餐厅 爱养孕的经历 有就是考到英语认证 然后也认识了一些当地的 一些人 然后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这样 那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可能我会比较从动机这边开始来说明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好奇说 为什么会举办这个活动 那为什么会有打工度假这种东西 那当初我会想要去这个地方 其实有几个动机 那第一个主要的动机是因为 就是打工度假这种政策 这种签证 事实上对来讲 比较经济比较便宜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一下就是说 一般来说 如果我们要去国外 这个要学英文 还是要玩啊 还是要工作的话 又有几种方式 那首先的话 如果你拿学生签证 那学生签证的话 它的限制就是说你必须要不断的一直要念书 那它的费用可能也比较高 那我这边列出来就是说 你大概如果说去参加这个语言学校 学英文啊 还是学日文 学德文什么等等的 我这边列就是说 以纽奥加来讲的话 一个月就要花两万四 那这个学生签证当然也是可以打工 那一个礼拜可以打20小时的工这样 不过再次重申 就是学生签证的话 就是你比较受信于你的身份 你必须要一直持有学生的身份 你才可以去工作 那第二呢 你要怎么学英文 有人去就是游学 那可以用官方签证的方式来 就是说去申请 那这个官方签证的缺点 就是它具有期比较短 通常就是只会合法你三个月 你可能 哇 这几天要开始好好的 那个 体验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国外的生活 就 你该回来了 那 最后呢 我们就讲说 就达翁图加它的优点 达翁图加签证 它这个优点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自己去选择说 你想要怎么规划你的 这个在国外的生活 那 你想要念书你就念书 你想要工作你就工作 你工作不开心 我要去放松一下 那就去环岛吧 那 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我说就是说比较便宜嘛 那 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说它可以合法的打工 那 这个签证就是说 可以让你待比较久的时间 那 那其次呢 为什么 就是要学语文嘛 去国外 以我的经历来讲 我是去纽西兰 纽西兰是一个英语官方的国家 那 他们的官方语言是英文 所以我想要去学语文 我想要充实我自己 那学语文有什么 有什么优势在呢 就是说 不管是在工作方面啊 还是说 就是说 像我们工作现在很多都要求说 你TOEIC要多少啊 那 当你进入公司的话 这也会对你有帮助 那 工作 一旦你找到以后 或许你会 就是跟一些 国外的客户 或者是说 呃 就是伙伴 同事 需要用到同样的语言来沟通 这也会有帮忙到 那学校方面呢 就是说 像很多学校 毕业也要要求你 那个全民营检啊 要TOEIC要多少 就是 有一定的把关 那 你去这边学了 这个语言 对来说会有帮助 那包括还有一些 课业上啊 原文书 还有你要申请国外的学校 这个 去美国 加拿大 或是英国 或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国家 都是需要一些 就是英语的认证 来做一个申请的依据 那第三点 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 去 这里 可以 就是培养国际官 可以更了解自己 我觉得刚才 这个 明凯讲得很好 就是说 嗯 去到那个地方 你就是一个没有标签的人的 哎 你可以重新认识你自己 那 嗯 因为去到这个 不管是纽西兰或是澳洲 或是什么国家 你的身份是从零开始的 那 以我的例子来说的话 我在纽西兰就是有学习到 我觉得我看到了 就是纽西兰人 他们就是相当独立 也很友善 就是嗯 念书的时候 他就搬出来 他们很习惯 就是说 18岁 或是 嗯 到一定成年的年纪 他就不跟父母住 他就是即使家 就是住在附近 我就是要自己独立出来生活 那 这培养 可以培养 就是自己一种 独立的一种个性 那 那 同时我也看到了 像我们常见 就是我有认识一些 就是日本人吧 我有从中学习到 我觉得他们就是 非常的 有礼貌 然后会尊重人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 有一次跟这个 一群日本朋友 一起出去玩 那在车上 我们习惯 嗯 就是会用自己的 国家语言来沟通嘛 那 嗯 那次的初也 我记得很清楚 只有我一个台湾人 那 车上还有另外三个日本人 他们 沟通的方式 就是用英文沟通 即便他们是坐在后座 或者在前座 那 在日本人比较多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 用英语沟通 因为我很 感觉到 他们很刻意的是 不想要用 他们自己的语言 那忽略到 忽略掉我自己的感受 那我 这个体会就是说 诶 其实 会 会替别人着想 对那你会想到 你自己 你自己有想到这种 这种点嘛 那 可以看到这个国家人的特性 那当然 国际观 其次的部分 你就是可以看到一些 台湾看不到的景象 像你现在有冰山 有火山 当然 这个是 那个 在你的生命的履历当中 可以拓展你另外一方面的眼界 这样子 那其次 我觉得 呃 你可以更了解自己 当然 因为你 必须要在国外 就是 单独的生活嘛 那 这个单独的生活 也就是说 你要自己独立 那你独立 你没有认识任何人 从零开始 嗯 每个国家的人 都要试着 就是 开口去讲话 开口去认识别人 那这当中 无形间 你可以看到自己的社交能力 是怎么样 别人的社交能力 是怎么样 那 相对来说 这就是慢慢的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 你自己 你觉得不够的地方在哪里 别人 出色的地方在哪里 你可以慢慢的了解 透过 就是 自己人生活 透过认识 不管是台湾人 还是说 别的国家的人 这对来 这对你自己来讲 都是一种 更深层的认识 那 嗯 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 会有 就是 找到自己 真的自己的 未来的方向 兴趣来说呢 以我认识的朋友来说 就是 有认识 在澳洲 他在 澳洲就是 喜欢上潜水 那他现在就是在当 潜水教练 那 透过这个 这个 就是 有机会到 国外去的这种 这种 经历的话 事实上 都 会对你自己的未来 或许多多少少 会有点帮助在 那最后一个 想出国的点呢 我觉得就是 非常的直白啦 但是 觉得 就很酷啦 然后就是觉得 很好玩啦 那目前我们来 来讲台湾 这个有提到 就是说 目前跟11个国家 有 就是建立的 这个打工度假的 签证的制度 那包括 纽西班、澳洲 以及日本、韩国 还有欧洲 一些国家 加拿大 都有 这个打工度假的 签证 这种制度 可以让 各位来申请 所以 是选择很多的 那我这边的部分呢 我直接就跳到 大家比较想知道的 部分 由于我在那边的 就是经历 然后再 回来以后 有接到一些人的 询问的一些问题 我直接跳到 就是说 大家比较想知道的部分 那 大家会常问说 那 好 假设我真的就是 有这个 有这个想法 我真的要出去 那 我 我需不需要 语言需不需要很好 这是一个最 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那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 如果 英文不需要很好 但是如果你英文 比较好的话 如果你要找工作 会比较有 优势一点 因为毕竟 如果你没有办法 好好的跟别人沟通的话 事实上就是 算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嘛 工作就是要跟人家接触 所以 因为好的话 工作的选择会更多 但事实上 你也可以 不需要英文很好 就讲得非常流利啊 然后 就是可以跟人家 这样直接的对话 会画很久 也是可以在那边生活的 那 如果说怎么办 英文完全都不会 就是说可能 像7-11 刚才这种问题 11这种 就是说 当然这也不是 这也没什么 那如果说英文都不会怎么办 这边的话 我是 倒是我觉得 可以去参加短期语言学校 因为 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可以先在里面 认识一些 一群人 然后你也可以 藉由认识这群人 跟学校里面的人 有一些互动 然后了解 了解先 初步了解一下 这个国家的环境 那第三个常问的问题 就是说 那要出国 一定要花很多钱吧 这个钱到底要花多少 这边列一个简单的数据 就是说 以在纽纖来讲的话 一个月 如果你念 远学校 一个礼拜 25个小时 也就是一天 大概5个小时 你大概花一个月 必须要花3万块的台币 那如果你要去外面租房子的话 一个月大概是1.3万台币 那伙食费来讲的话 如果说自己开活 那再加上有时候 比较少的机率会去外面用餐的话 这样大概花1万块 那我个人的经历 是在那边花了25万 包含了在那边 就是所有的花费 那包括赚的扣掉 收支平衡是花了25万 那其实被 最后被最常问到的问题 就是说那边的工作 有好不好找 会不会去 就是说 你不是说很便宜吗 就是说可以平衡你的开支吗 那其实找工作 跟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态度 是一样的 只要我们有心 只要我们 就是说 那个坚持 事实上 事实上不难 事实上不难 那其实最缺工作的 以往来讲的话 其实像 因为其实打工度假 就我知道 为什么会有打工度假 这种政策出来 主要是因为那个国家 他们的年轻的人 年轻的劳动力 有点不够 所以他们需要 就是那个别的国家的人 来支援他们 他们国家的劳动力 那像明凯所讲的 其实的确 就是说我们去的话 像一些比较基层的工作 会比较多 那基层的工作 像一些在果园啊 农场工作 那或者是说 在那个安养院里面照顾老人 这样 这种的机会 其实蛮多的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说换宿 换宿就是说 你去某某旅馆 某某那个青年旅馆 或者是说 饭店 你去那边打工 跟他交换 你帮他工作一天 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他提供你免费的吃 跟免费的住 这种换宿的机会 事实上 以这三种来讲的话 是很多的 所以其实工作不会难找 只要大家稍微再坚持一下 想 那这个女生 她的薪资的水平是怎么样了 她现在时薪应该是 一个小时大概台币356块 那如果你一个礼拜 假设工作20个小时的话 一个月可以赚2.8万 那这个数据就是说 如果你就是精算一下的话 事实上你租房子跟你夸伙食费 这样子大概算得只有点3万嘛 所以你每个月还可以5千的盈余 虽然说念书的时间蛮花钱的 但是我也建议其实说 语言学校不用念太久 主要是要先学习这个环境 那接下来跳到就是说 我们常问的问题 这比较基本的 我要怎么办呢 假设都已经决定要去了 有什么东西要办呢 那其实这个要办的东西就是 护照 那这个签证要申请 那跟各位报告 就是说 这纽线的申请打工业 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 因为就是近年来开始 他已经有就是说 也不是近年来 我修正一下是 一直以来 他的对台湾开放的名额都是 每年都只开放600个名额 那相对于澳洲来说的话 这样是比较缩限的 那这个 相对增加了这个 打工业签证的申请难度 那签证要准备 那还有什么财力证明 他怕你说你去到那边 没有能力可以 就是没有钱养活自己 所以你要提供财力证明给他 那这财力证明大概是10万块钱的台币 那还有户籍堂本 信用卡 那再来说一下 有很多是 how我们要怎么做到当地一些比较 detail的部分 要怎么怎么做 那比如说 我如果要去那边找 读语言学校的话 我要怎么怎么做呢 事实上就是可以通过上网 或者是说在当地 到了当地以后再去找 事实上去念语言学校不需要这么紧张 不需要这么麻烦 没有你想的这么复杂 你可以到了当地 那你看哪里有语言学校 你就走进去 那我要试听 就跟他说我要试听 那他就让你试听免费的 你觉得满意 那你就跟他订 那就可以开始来念书了 那当然如果大家比较紧张的话 可以上网先找 那找工作的部分呢 工作要怎么找 这个是最重要的 没有钱怎么生活啊 找工作呢 其实我个人建议就是说 他们有那种黄业部 就像我们其实台湾也有 就是那种工商服务的 什么公司行号啊 那他的联络人是什么 地址在哪里 电话是什么 那直接就打电话去问他 因为其实 大家可能比较联合到网路报纸 这些媒体的话 事实上 对雇主来讲 都要付出一些成本啊 那为什么要翻黄业 翻黄业就是翻那个工商服务部 因为工商服务部 基本上他们不用 付刊登广告的费用 那你跟仔细打电话问他说 你能不能缺人啊 那背好几句 那个硬式的句子 像我一开始去我也都不知道 背几句起来 然后就 听到关键字 哦对 要要要 对 要面试 好 什么时候好 就这样 那这样可以就是 比较特殊的找工作方式 我觉得是蛮有用的 那当然还可以就是说 就是找逛街啊 还是说那个换树 我们提到的 好那现在时间可能有点赶 我可能讲快一点 那 我讲学英文好了 学英文那要怎么学呢 我个人的例子来说的话 我是建议就是说 如果说各位要学当地的语言的话 可以从就是看一些 比较儿童的书 因为他的句子 相对来比较简单 那 记得方式可能就是说 句子这样整句 然后背下来 因为你句子整句背下来 你就直接可以来套用 你就套用 跟人家讲话 你就套用那个句子 套用 那当然我觉得 很重要的是写作文 把作文写下 因为写作文可以帮助你 厘清你的 你的构思 你接下来讲的句子是什么 那你常写的话 你未来你要讲说 你不需要去用大文去组织 因为你已经有写过 这个句子已经留在你脑子里 常写作文 那写作文可以给云文老师批啊 或者说给云文人 会讲云文人批 好 那由于时间的部分呢 可能有点不够 这边我就留到 可能待会FAQ 还有其他大家想要问的 再来说 那 打工度就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31岁以前 才可以申请 所以 那个 我希望 明凯跟我这边 都有打动到各位一点点的 那 怎么去 真的去感受呢 大家自己体验看看 好不好 谢谢各位 好 我们谢谢 开始到纽西兰打工度假的作者 蔡咸丰 来跟我们做分享 好 也跟大家说一下 她常在网路上发表一些文章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寻 因为她的本名叫蔡咸丰 然后呢 她住在高雄 高雄有 在海边 会有咸咸的海风 所以网路上的名字就叫做 咸咸的海风的咸丰 好 那现在在我们的头萤幕上 可以看到一个QR Code 谢谢大家刚刚的打卡 让我们在网路线上直播的收看人数 已经有上升的趋势了 那如果大家现在呢 也可以把你的手机拿起来 扫一下我们的QR Code 让我们更多人在网路上 可以收看我们的现场直播 好 大家可以扫一下 我们谢谢这位小姐已经开始在扫了 如果大家现在可以拿起手机扫一下 让我们的网路直播的人数 可以再增加往上冲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是澳洲跟纽西兰的作家的分享 那现在呢 我们要进行澳洲 我们有实地去参与度假打工的青年学子 有两位小姐会上台来跟我们做分享 首先第一位已经站在台上了 就是图文心小姐 以热烈掌声来欢迎她跟我们做分享 谢谢 转官以及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我今天很开心呢 那个外交部有这个活动 然后来分享一下我在澳洲两年的经验 那首先呢就是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本名叫 我的本名图文心 然后我的外号几乎都是用班笔 就是小鹿班笔的那个班笔 比较好记 那我的打工度假的日期是从 2011年到2013年的去年的7月刚回台湾 那今天呢我会针对在工作这一块呢 为大家做一下分享 因为其实大家都很担心说我去那边我就是不想做黑工 那可能会 网路上怎么说然后好像家人会很担心说你到那边 会不会是做的是什么非法的工作这样子 所以今天这一块呢 因为前面大家都讲得非常新 那网路上也很多资讯 所以呢 首先我用这个做个有故事的人来切入主题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来自不同的环境嘛 那我本身是学体育出身的 因为汉操卡赫 所以被叫去打排球 然后从小打了14年的排球 有一天 那个我妈妈就说 怎么今年七八月怎么 因为代课嘛 招考老师就每年都在代课 那今年七八月怎么 好像看你无动于衷都在家 好像就是当米虫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呢 妈妈 我做一个选择这样子 我想出去看世界 所以首先呢 这个你想要的打工独家 我觉得这个就是 体验人生就是官方说法 因为我也是说妈妈我要去体验人生 妈妈说体验人生 我们家后面有两块钱 你慢慢去体验这样子 我说话不是这样讲 妈妈你知道的 我想要 因为我是客家人在美农那边 我说我可以去学一下 课语之外的东西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我本身英文其实没有很好 因为都一直在 以前选手的时候一直训练训练训练 那可能是对英文有兴趣 所以向往全英文的生活环境 所以才去申请这个动作 所以这个啦 很多那个人的 我遇到很多人 那他们每个人的分享的东西 都是不一样很多啊 那这个是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做的名片啊 就是有时候在澳洲 你不可能说都是有工作的状态 那我就是做一个书签 然后呢后面写上我的名字 还有我手机号码 那可能 因为你可能一个城市 大概两三个月就要离开 所以我就留给他们当纪念 然后用手绘 剪那个台湾 基本上呢可能有时候剪出来像 真的是口罕级 也每个形状真的都不一样 那至少大家都是 我是来自台湾的 我有看过日本人很贴心 他们是直接做名片 我想说 怎么这么慎重这样子 那我当然礼貌上要做一下这个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 现在如果要出发的 青年学子 我觉得你可以想一下 你想要的打工度假是什么 那也不用去copy人家说 我一定要带着一个超大的单眼镜头 去拍一个什么澳洲袋鼠 基本上袋鼠是攻击人的 那如果你不会拍照 你带的那个东西 只是你的负担 请你尽量是越来越简便越好 那这一个呢 我会三个步骤 首先第一个步骤呢 我会先从准备到出发 那基本上网路上真的很多资讯 那那个 我其实也是那个圣经的那个 他的那个书迷 因为我有带一本去那边 那而且呢 我在与家人沟通这一块 没有做得很好 所以因为我那时候就 妈妈我做一个决定嘛 他就很生气说 你怎么没有跟我们商量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他就很生气很生气 然后呢我就 在那个圣经那一本的序 作者序那边 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 你们可以去打一下广告好 真的可以去买一本 然后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他那个序那边啊 作者序那边 然后我就写了一封家书长达两页 我说妈妈怎样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他就很不放心 他说虽然你很壮 但是你到澳洲还是很小知道 我说是这样子没错 然后呢 就夹在那个作者序那边 放在我妈妈的床头 然后我又默默的回去 那时候还在台北待客的时候 他就翻了之后 他觉得 好像真的这个政策不错 那其实出去闯闯也没有什么不好 那第一年 可是当那个 妈妈都说 去你去哪 都不担心什么 当天晚上坐飞机坐凌晨的 妈妈也睡了 然后到那边第一个礼拜 他就会很想要你赶快回来 所以他就说 我今天煮了什么 卤肉啊 客家菜啊 多好吃这样子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说 其实刚开始真的是会想家 那还在找工作的时候 你也会恐慌 所以呢 这个我比较简单的带过去 因为其实网路上真的非常多的资讯 那最后一个就是 调整心态要开开心心的出发 你不要好像很舍不得我的男朋友 我来机场送我 就是一哭二闹三上吊 然后就说 那我还是不要去好了 那签证都已经搬价去了 所以我觉得 调整心态开心出发很重要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当你得到澳洲有很多嘛 就是搞定住宿啊 申请电话 搞定住宿 基本上我那时候是直接找Sharehouse 那我也有去 我觉得可以鼓励大家去申请YHA卡 那因为我呢 就很蠢 我没有申请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那时候呢 我在后面会讲到 我有买那个环奥的时候 半年的火车票 那基本上你YHA卡呢 是有折扣的 你基本上只要搭个一次 基本上就回本了 所以要申请YHA卡 请大家Google一下 那申请电话 申请账户 跟申请税号这个部分呢 也是 网路上很多 因为它真的细节太多 那我也不方便说明 那就是最后一个 一样要展开心胸 融入当地的生活 毕竟你到那边呢 是讲英文为主 那我必须承认的是 我的英文不是很好 但是呢 我很敢讲 真的是 就是那时候呢 去一开始到那边的时候 我是直接 还算蛮幸运的 我们的房东 认识澳洲当地的人 然后我就第一份工作 去当那个芒果妹 去真的是去当农场的生活 这样子 可是呢 他们农场生活 就是工作结束 大家在交一听聊天的时候 那就是很多来自各国不同的国家 那就有个德国男生 他就讲说他多厉害多厉害 今天采芒果采了几病 这样子 我说 You are so good You are super market 然后他说 你怎么说我是super market 然后他就想说 其实我是想要讲他superman 很厉害的意思 OK 好 找工作的部分 这个很简单 找工作就跟台湾一样 只要你有积极态度 坚持不放弃 勇气 还有微笑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一点臭臭的 然后好像人家有欠你什么一样的 那勇敢去尝试 不要害怕说好像去扫街很丢脸什么的 那其实不会啊 其实我觉得就是跟台湾找工作一下 像我们去考 大概课可能就是下面都主考官 明明没有学生 然后再来 现在这个缘有多缘 你们知道吗 然后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自信很重要 那接下来我会介绍六个网站 你们可以去准备一下一个scaryo跟gumtree 这个是他们当地非常好用的 gumtree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我最后工作也在上面找到的 所以我非常大家可以 虽然说是全英文界面 但是很辛苦 但是你可以学到很多不同的 一样是找一下那个关键字的部分 然后我觉得大家担心的黑工跟白工的定义 就是有没有报税嘛 那报税 台湾有个应该有个背报客栈 大家应该都有上去过 那其实呢 上面可能有80%的工作 是属于比较黑工性质 如果他讲得很好啊什么的 说什么工作周周配 因为是周星嘛 周周配 然后结果 那个就有个人台湾跟我说 他说周周配可是两个礼拜才发一次钱这样子 然后他们的公投竟然跟他讲说 我说周周配就是两周发一次薪水啊 你有没有搞错 然后我就说你可以回他 那我天天洗澡的话 是不是两天洗一次澡 对啊 所以我觉得要看清楚这个技巧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这一个 这两个也是Job for Trevor 是他们当地给那个背配可的 可以去试试看 然后SEEC它是澳洲当地政府的 我觉得很不错 因为你可以 譬如说那时候我积极想要去那个棉花工厂 我也是丢资讯给他 我就输入那个关键字 然后他就一直寄资讯给你 可是我他的那个 看那个Industion的东西 哇真的是看到头很痛 我想说好险这时候刚出已经找到工作了 好那接下来这两个嘛 这个也是Worker for Trevor 这个啊 Worker for Trevor那个我觉得还蛮棒 是我在火车上面遇到一个德国女孩 她告诉我去 你可以去找这个 因为她也是在上面找到 专门给背配可 就是短期两三个月的工作这样子 然后这个也是 其实网络上面的资讯很多 那最后呢 我还是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找工作的方法 我有去过超市 然后呢 看超市旁边的水果的标签 诶 知道哪里 有水果的产记 我把它记下来 然后如果我真的需要说 我已经没有工作了 我就会发email或打电话去问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 然后呢 如何分辨白宫 就是ABN号码要很注意 ABN号码是就是 至少你知道它是有那个像统一编号这种东西的 然后还有填写基本资料 这些其实网络上很多资讯 然后合约书 税号单 就是税号单很重要 然后呢 最后 看懂薪资单 薪资单的部分 它一定会有一些东西 就是标准的东西在上面 那你可能住宿跟交通是他们给付的 所以他会从上面扣 那我建议大家也是 不要好像他写什么你就领什么 就是基本上你一定要自己要做记录 你不要只有在ABN号老板说我这个礼拜就工作48个小时 其实你可能工作55个小时也不一定 然后你一有状况就是马上给你的中介或者是你的老板反应 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这我比较简单带过 我在澳洲的工作几率就是因为我第二年是我自己一个人旅行 所以什么都做什么都不奇怪 然后还帮羊妹妹结扎过 对那就是一开始就觉得哇小羊好可爱哦 结果当天我抱了二三十只的小绵羊 我回去隔天剃去 我想说这个短时间之内 我基本上是不想看到那个小羊妹妹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然后反正走过币留下痕迹 就是后面在旅行的方面可能下一个会帮我们做非常多的住检 那我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 我是买了那个环澳的火车票 就是990块澳币 约3万块台并 你就可以搭着火车去你想要去的地方 虽然很辛苦 因为呢要睡在火车上可能睡两天一夜这样子 然后呢这时候抱下大腿 因为网球一姐鼠微嘛 又体愿毕业的 她同班同学 她非常好的就是说 哎温馨你还奥 那我刚好在打 没有本的那个公开赛 刚好她16强 所以呢我就 她就非常好心地留了票 然后我就去看她的那个比赛 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 因为我这辈子应该也存不了那么多钱 去看现场还是做那种VIP系的 所以我就觉得 哎还是蛮特别 如果今天我还在台湾 我可能就只能看成荧幕 就说哇 这真的是人生好像要去一次 四大公开赛这样子 然后呢 我觉得你要带一张地图 用自己的方式去旅行 你不要别人 copy别人说 我觉得好像搭火车不错 搭火车很无聊啊 一开始你走那个沙漠的时候 会觉得哇 好漂亮有路途 然后过两三个小时 怎么还在沙漠这边 然后隔天起床 还在沙漠 因为我们是走那个中间的地带 所以呢我觉得你要带一份地图 然后也方便说 现在哪边有什么惨记啊 你可以去看一下 譬如说北领地 芒果开始了 那奥葡萄开始了 那季节标注好 那我觉得就还蛮 蛮是又可以留下回忆的 然后最后啊 莫忘初衷 就是请珍惜你护照上面 那个橘色的帖子 因为你到那边 如果有时间 可以去移民局那边 贴这张帖子 每次当我觉得很辛苦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当初是为了什么而来 我跟我妈妈说 我就上来体验人生 这样子的 所以呢 我觉得学英文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就是我当时都很印象很深 就是他们的超市的那个买什么东西都会有明细在上面 比如说花野菜是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回去把它重新写一遍 我觉得这也是蛮不错的啊 就至少知道他们的花野菜最便宜 那我这个月都吃花野菜这样子 好 所以我觉得莫忘初衷啊 你最当初想要来的是什么 一定要就是不要好像就是因为环境而去改变你自己的想法 然后呢 最后就是如果你有梦想你就会去做 所以我希望在下面可能七八月要准备出发的那个青年学子们 其实我觉得可以可以勇于去尝试 但是过程一定会很辛苦 但不要害怕 因为我也曾经很害怕过 然后呢 我会觉得很想哭 就妈妈在讲电话 就跟你说卤肉很好吃 然后我就说对 然后你就自己每天吃那个意大利面吃一个礼拜 因为意大利面最简单又最便宜 吃到就觉得说我干嘛这样子 可是你会觉得说好 你会觉得真正的那种才是真正的独立吧 而不是说好像我在台湾 我工作一有委屈 我就回家哭着找妈妈说 我觉得好累好累什么的 可是在澳洲不是 你就是报喜 基本上是报喜不报忧 那最后呢 工作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如果遇到问题可以找Fair Worker 就是他们当地的一个工作的上网 可以看啊 Fair Worker很重要 那最后呢 也祝福大家 勇敢追梦 然后不要害怕 谢谢 谢谢图微信小姐非常有趣的分享 而且她有自己的方法 不论是在找工作或者是旅游的部分 谢谢她 好 接下来我们邀请的是陈怡璇小姐 那在她上台准备的同时呢 也请大家看到我们的头影幕上 还是再一次出现QR Code 还没扫的朋友扫一下咯 让我们在网路线上直播的人数可以再往上冲 每次我们秀一次 那个数字就会往上攀爬 那如果你还没有扫的话 没有为我们这场经营典礼 就麻烦手机拿一下扫一下 让其他的朋友可以一起跟我们来聆听现场 这么精彩宝贵的经验分享 好 把节目时间交给陈怡璇小姐 谢谢 大家好 我叫做陈怡璇 然后我的英文名字叫Shelly 然后刚刚大家就是有分享了 不管是明凯或是另外一个作家 还有文心分享了一些工作 或是基本上要做的事 我先简单换这个 就是像是电话卡 银行开户税号这些 那现在我带给大家一个比较轻松的 就是我主要负责是跟大家讲 我们在那边的生活或是旅行上的东西 然后因为我很爱拍照 我就是随便平常一些小东西我都会想拍照 所以就来这边分享给大家 那像我荧幕上打的呢 就是一开始呢 像你到那边之后 你常常会有很多背包客跟你说学英文 如果有些人 像我自己也是没有去报语言学校 因为我去的目标 我自己的目标并不是设定 我要把英文学得多好多好 因为我在台湾英文就没有非常好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如果跟着大家就是不用花钱去教会 一定有人在爬文就有爬过 就是像这张图 诶 没有安姐 就是 不好意思 就是中间那张图就是可以去教会 它会有免费的餐点 然后你也可以学英文 然后老师都相当的好 然后旁边的照片呢 就是我们在银行开户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就是教堂教会上课的时候 刚好旁边就是有一场婚礼 所以就是有小花筒 然后就非常可爱 然后呢 我觉得在澳洲就是有一个很自由自在的 就是那种气息 就是你随便的草地 就是大家都会就是可以随便就坐下来 可以看书然后家庭就是聚餐啊或是野餐 就是一个很自然的反应跟很放松的感觉 然后这个呢就是在澳洲到处就是会攻击你的 大概就是像这个就是海鸥到处都是 然后刚刚呢另外一个作家有讲到的 你看一些绘本或是像我自己本来就蛮爱看卡通的 所以从卡通里呢 他们就是上面的字幕就是也是英文字幕 而且他们其实平常电视是没有字幕的 然后你可以自己选择 所以就是可以从一些卡通里面去学到一些简单的英文 然后也可以放松心情这样 然后这是我在博师的时候 你有时候像刚刚明凯说到的像客栈或是文心说的sharehouse 你住到有不管有华人或是没有华人的时候 你都可以去问当地一些附近的简单的景点 可能不用花钱 像我这个是坐免费的公车 然后可能到某个站下去之后走多远就可以就是看到免费的袋数 就是不用进动物园或什么到处都可以看到 对 然后呢这个是我住的sharehouse的老板 他刚好认识一个农场 那刚好那天有工人就是受伤或生病 他直接说你要不要工作 那一天可能可是这就是黑工 然后就是100块现金可能隔天就给你 然后就是去做这个草莓的工作 然后我觉得 你爬文或是你看书可能常常会觉得 哇他们的照片什么都好精彩 可是其实像这个非常的辛苦 因为草莓田的高度 我们平常可能不会去农场工作 草莓田的高度才在这边 然后所以像那个推车呢 它的推把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我一开始前十分钟吧 很开心的跟我朋友在拍照 然后你就推着那个车这样沿着地这样采草莓 一开始是跪着的 然后大概过20分钟后 你就发现你跪不住了 你就开始坐着 然后开始用爬的 或是后来踢那个车 可是你这样工作要工作8个小时 所以就是工作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 然后上面那个就是文心讲到就是我们平常最喜欢的就是吃意大利面 因为价位最低廉 一罐酱大概3块澳币 大概90块台并 你可以煮大概6餐左右吧 然后上面的那张照片 左上角不好意思 这个照片就是sharehouse 就很像我们一般的家庭 然后他就是把房间空出来给大家分租 然后价钱的话我发现就是西澳真的还是比东澳稍微便宜一些些 大概有2 30澳币的差别 就大概5 600块台币的差别 一个礼拜 然后下面呢就是因为sharehouse的空间很有限 所以你就去想平常我们大概4平大的房间 他可能会放2张双人床 所以就是会有4个人住在里面 不一定有卫浴设备 所以每个人的空间都相当有限 然后刚刚也有人分享到说就是行囊当然是越少越好 可是我觉得真的也是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 像我就是会觉得我相机也想带 我相机还带yubi的 我电脑也带 电脑差点也要带yubi的 我爸说你滑鼠要不要也带yubi的啊 就什么东西我都想yubi一份 所以我那时候去的时候 我背了一个70公升的那种登山背包 然后还拖了一个24寸的行李箱 然后有一次我从那个墨尔本的火车站出来的时候 我大概那个椅子啊 不是火车站都会有那种让人家坐着的椅子 我大概走两公尺我就要坐下来休息一下 就快累死了 所以我后来就是把我的大行李箱就是寄回家 直接用一个推的行李箱就好了 再来就是也有就是刚刚有说到 像我觉得因为我去澳洲的目标 我是想要体验不一样的工作经验跟旅行 所以其实我在每份工作的当下 我都有去把我的心放在去欣赏沿途的任何风景上面 所以像我在番茄的工作的时候 就是环境当然也是非常的脏 大家可以想象因为番茄是种在有点凝沙土地上 所以如果一下雨就是泥泞 然后跟就是上面都是小虫 然后你回家就是都可能会过敏会痒 那可是天气好的时候呢就是又是尘土飞扬 就是满脸的沙这样子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采番茄这个机器就很酷哦 它很大一台 大概从那边到那边吧 差不多那么长 然后它是有一排一排 像这样它是一条杠之后就有两个座位 然后它是踩着沿着那个番茄道这样子 车子中间那台车这样开 然后同时间就会有十六个人在十六条道 八条道里面踩两边的番茄这样子 这也蛮有趣的经验 然后后面这个女生呢 她手拿的桶子就是车子开的速度是固定的 可是你人手踩番茄的速度是有限的 所以会有一个人在后面是拿着桶子走 追你的就是没踩完的番茄这样 好 然后像你看这条道就是望过去 一条番茄道 你就只会觉得就是一望无尽 它大概有一公里都有可能吧 然后我觉得在那当下 其实很有趣的心情是 我觉得我们台湾生活步调很快 你随时心里都有很多事情在安排 不管是你接下来的工作考试 跟朋友要出去玩或什么 任何事情都在安排 脑中好多东西永远都想不完 可是在那个当下你只会觉得 你不把我人生所有事情 感觉都想过一遍了 可是好像怎么一天还没有过完 然后嗯好又可以再想一次 因为我就是在做重复的事情 我好像也没什么要规划的这样 是蛮特别的经验 我可以要这样很快 然后这是我们休息放饭的时候 然后再来呢 我是差不多十月去澳洲的 所以我工作大概一个月之后 一两个月在农场之后 我就是想要到雪梨去跨年 那时候时间已经快到跨年了 所以工作跟房子都很难找 然后我就像文心讲 我就去扫街 就是任何 他外面只要贴硬针的 我就走进去说有没有工作 所以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就是 华人的小吃店 就是工作两个 两个月这样 为了跨年 然后很特别的经验 我人生第一次的尾牙 然后是在雪梨的就是船上 老板订了一个就是 像是游艇这样子 让我们在船上跨年 就是尾牙 不是不是跨年 然后这个是跨年那天晚上的 就是烟火在雪梨桥跟歌剧院 然后就是有澳洲人找我们一起跨年 对 然后我另外还有做过一个工作 就是housekeeping 大家一定听 我就是门房打扫 那门房打扫性质有很多 有家庭的 有饭店的 那我跟的这个刚好是私人的老板 他是负责就是 因为你去想澳洲他还海 所以很多地方是有那种 也不算别墅 就很像我们阳明山上的房子 他就是view比较好的房子 对 然后 然后 那个真的就是豪宅 那个房子就是枝大 然后放 就是可能他阳台出去 可能阳台出去有一个游泳池 我给大家看 就 前面那个是他的游泳池 游泳池出去是一大片的海 就是这样子的房子 然后每个的格局都不一样 然后另外我还有在 就是大概有看书 或爬文一定有过 他们有roll show 很像我们美国电影里面那种 他就是移动式的游乐场 然后我在里面工作 就是他很大型喔 他大概会比如说雪梨 他围期比较长 他会是14天 大家爬文就看 墨尔本也有每个城市 他的时间都不一样长度 然后就是你可以在里面去找工作 然后再来呢 我也在黄金海岸过 然后那边呢 就是 黄金海岸大家会觉得 是一个度假圣地 我原本去之前 我想说他又在黄金海岸 感觉是就是金碧辉煌 像 拉斯维加斯那样子的那种感觉 就去的时候其实 可能澳洲很大 所以他就是一个很 放松的地方 他就是一个比较奢华 一点点的墾丁的那种感觉而已 这样 然后我在那边工作 是刚好寄住在我老板家 那就是住在澳洲人的家里 然后就是体验他们的生活 他们平常生活有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 他们其实 上班下班后 他们就是有自己的放松的空间 大家 其实聊天他们不会特别去谈工作耶 不像我在 我们在台湾工作 其实大家回家后 或是下班后 你不管跟同事 家人常常都还是在讲工作的事 工作的事 可是他们下班后 就是放松 就是不要去谈工作的事情 这样子 然后我也在雪山工作过 它是一个就是 餐馆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经验 就是刚好应征到这个工作 不是我原本预期的计划 可是就是有这个在雪山滑雪的 就是 机会 然后行程规划 那时间快到了 我简单讲行程规划 跟注意的部分 刚刚行程啊 就是 我觉得 楚世音老师 吴国界的那个作家 楚世音老师 他前阵子有一本书没有讲到 就是我们都会觉得有时候出国 我们都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都出国了 我就是要放松 我要全部的放松 我不要有计划 我要让我自己 就跟着我的感觉走 可是 如果你没有计划 你可能就是在浪费时间 因为你如果到了当地 你才在查车子的时间 你才在查 啊 这边有哪些景点 啊 结果去了 要花钱啊 超过我的预算 你是不是可能一天就不见了 所以就是我觉得计划 是相当重要的 那简单就是 行程规划 还有交通啊 价格 住宿地点 然后注意的事情呢 就是 有时候像是开车的部分 他们是佐驾 我有遇过好多朋友 都在那边出车祸 那那个车祸的钱 不管是你人受伤 或车子的保险 那可能都是 有些像是 之前有碰到朋友 是1万块澳币的状态 他才到澳洲才三个月 那他 有1万块澳币的 就是负债 所以他后面的 六七个月都很辛苦 在还这个负债 好 大概还有30秒 我把照片简单跟大家分享 然后就是 凯恩斯 大家一定会玩的就是 skydiving 就是那个跳伞 我觉得如果你够勇敢 到那边就是去尝试 各式各样的极限活动 然后外国人拍这个照 都很漂亮 我不知道为什么华人 大部分拍起来都像鬼一样 就是湿袜套头啊 就是气死我了 我还跳两次耶 在纽线也跳一次 然后 这是我在 就是刚刚明凯讲的 澳洲是201个台湾大 然后下面有一个小爱心的小岛 就是 就是罗志祥跟杨成林有拍微电影的那个 他是2.5个台湾大 然后就是很适合大家可以租车 然后去环岛 就是景色非常的美 他是一个人家都说是小纽西兰 你去想就是那个景色在眼前 我觉得照片无法呈现 对然后这是 Tasmania是他们以前就是像我们的绿岛 我觉得比喻他就绿岛 他早期是官犯人的 然后这张照片给大家看 我就说 平常在台湾你在路上 如果看到死掉的老鼠或什么 你可能觉得有死掉的动物 可是在澳洲你反而是今天回家你如果 诶今天好像没有看到死掉的东西 就是他们的路边如果是稍微一点点郊区 就是你晚上开车 我跟朋友还Tasmania 我们只要天色稍微一点点暗 我们大概时数是30 我们不敢开快 因为动物会冲出来 我不想要嘎死东西 就很可怕 好 那就是我的旅游的分享就是还有一些 可是就是简单要让大家知道 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 有勇气的人就是大家都去追你的梦想 我觉得出国之后 你会觉得世界很大 然后会更觉得自己渺小 有时候你回来 并不会觉得你更有勇气或更厉害 你说你会应征工作更顺利吗 我觉得不一定耶 因为我们的心变得更自由了 其实我们回来之后 我刚刚跟其他的社群有讨论 我们回来之后 你说我们会找到更好的工作吗 我 我不敢说我可以赚比别人多的钱 可是我的心比别人自由 可是比别人自由之后呢 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在这环境生存 你会觉得有点压抑 你会觉得你跟别人有点不同 那个不同不是你们眼中的 好像我们经历很丰富 我们有一点厉害或什么的 而是你会觉得世界好大 我好像什么都不会 我什么都不是 然后回来之后 你好像又想要再出去走走 可是你又没有办法 安于你现在的工作或生活 其实你会 回来你可能是会有彷徨的 这个是大家出去前 可能都不会预想到的 那我希望大家 当然还是可以去追梦 而且顺便就是 也可以更找到自己的定位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很有收获 谢谢 谢谢陈怡萱小姐 除了精彩又漂亮的风景 吸引我们整个人都飞出去了 当然它最终肯的话就在那一段 值得大家深思 好 我们再次出现QR Call 目前呢 我们线上的人数比我们在场的人数还多 已经冲破300位了 谢谢大家帮忙分享 但是呢我们希望能够在倍数的成长 请大家再扫一下 让大家一起共襄盛举 参加这一次的澳牛度假打工经验分享座谈会 好 接下来我们纽西兰也有一位谢明山小姐 也要来跟我们分享她在纽西兰的澳洲 有纽西兰度假打工的经验 掌声欢迎她 谢谢 大家好 我叫谢明山 然后我英文名字叫Maggie 所以其实我从纽西兰回来之后 我一直用Maggie这个移民走天下这样子 那其实我也有去过澳洲打工度假 不过我先去纽西兰再去澳洲 纽西兰我待了13个月 从2009年到2010年 那澳洲部分是从2011年到2012年 那我不是很喜欢澳洲 我大概只待7个月而已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 像去澳洲我知道我只是要赚钱 然后我要去欧洲当backpacker 因为其实我也去了20几个国家这样子 那目前从事的是旅行业 旅行相关事业啦 那因为其实很多层面可以讲 那纽西兰只有我一个人 所以主办单位是希望我针对 就找工作跟休闲活动的部分去讲 那其实在工作部分啊 纽西兰的工作都还蛮顺利的 因为你知道限量才是美好的 600个人其实竞争没有到那么夸张 可是澳洲现在4万个人 你可以想想看有多恐怖 所以其实要分享工作的可怕经验 澳洲很多 可是纽西兰几乎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那澳洲我都说 我跟我朋友啦 我们都说他是险恶大岛 然后纽西兰是天堂 对啊 因为我到现在回来 我还没有听过就是纽西兰的人 讨厌去纽西兰打工度假的经历之类的 但是澳洲的确是有一些比较不好的经历 那我时间不多 就不废话 这只是一个照片 就是我的那个苹果包装的工作 那那个是我毛利人的朋友 其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你可能会认识到当地的毛利人 因为他们很多在那个纽西兰的农牧鱼林业之类的工作 那也有一些太平洋的岛民 像什么通嘎啊 斐济岛啊之类的 就还蛮有趣的 那右边是我在鱼工厂的工作 我是整个鱼工厂里面手就是 冻伤最严重的人 非常的重 我甚至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 然后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我们的手指有多么的好 因为我连插口袋都超痛 对啊 那是一个 这我目前身体以来最痛苦的一个工作 但是我非常的开心 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认识了很多人 然后那些马来西亚的朋友啊 就是我们到现在都还会联络 然后我只要去新加坡马来西亚 我都投靠他们家 对啊 然后就是都很 就是一直 那个友情是永远的 维持到现在 然后那短短两个月真的是非常 手真的非常痛 但是很开心 这是照片的部分 那找工作的管道 基本上网路是 台湾人最依靠的管道 那如果你想要在出发前 就找到工作 你也只能靠网路 或者是朋友介绍 那网路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是背包客栈 但是我觉得那边的工作是最烂的 真的 真的 然后很多黑 你现在是不会 但是我知道澳洲真的非常多的黑工 跟很差的 亚洲人工头 对 就不太好 那其实网路我们可以用别的方法去搜寻 Google 可是你会想说我要怎么Google 那就像刚刚有个就是朋友讲的 我们可以 他就去看那个超市里面啊 这个水果的工厂是从哪里来 其实我也是做过雷尺的事 我就在超市走走走走 然后我就看到鱼罐头 Telis Telis 你现在最有名最大的工厂 然后我就进去他们的网站 然后就 他们线上都会有form 就是你自己填履历 然后申请 那我就是这样有点 莫名其妙就得到这个资讯 是自己就想到的 然后就得到这个工作这样子 那还有另外的方式就是 如果你的语言能力够好 不限只是英文 你可能会韩语啊或日语啊 其实你可以去看他们的网站 我的日文很差 就跟大家一样 可是我进入了日本人 他们最常用的网站 叫New Z Daisuke 是我自己Google乱找的 那我就凭我仅有的汉字 跟Google Translate 就找到了 就帮我朋友找到一个工作 对 那基本上 其实日韩他们的工作 他们分享的工作的薪资 跟工作环境 都会比台湾人分享的好一点 所以其实 如果你的语言能力够好 其实你可以找到 各式各样不同的工作 那我网路上我找来 我通常都是 我自己去Google来的 就乱Google 那仲介的部分 其实澳洲比较需要仲介 纽西兰倒是还好 我们通常都是 呃 我们会找BBHA的老板 可能你就是知道季节到了 你就去住那边 那有点像是利益交换 就是你住那边 他会介绍就是住的人 有工作 有些人很常这样子 那 有些人有个非常有名的 亚洲人公投 叫Akira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找他 真的 因为这个方式太简单 但是你很容易把自己 锁在同一个地方 你等于 真的只是去做劳工 就是你不会去认识到其他人 所以我是建议公投 这个方式放到最后最后 对 那报纸的话 是澳洲蛮多 就是有报纸这个方式 那现在我没有试过 我自己比较推崇的是 土法练钢法 就是登门去扫街 因为扫街里面 你会认识到不同的人 可能你不会 当下会有工作 可是你跟他接触之后 他会说 他好像听说哪里有工作 你可以去找 那那就是 有点像蝴蝶效应 环环相扣 然后也就是 莫名其妙 就是因为这样子 就找到工作 因为我在纽西兰 澳洲都 都试过这个方式 那找到工作都非常有趣 三分钟 然后 最后就是朋友介绍 那朋友介绍 我是希望大家不要 就是以 找工作的动机 去交朋友 因为这样不是很好 那纽西兰的工作型态 大部分就这几个 就是因为纽西兰 就是农牧业比较多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农场啊 之类的 然后或是Housekeeping 好 那我觉得 在美西兰找工作 我其实没有丢过 任何一张 我在台湾待过去的履历 因为真的不需要 因为你在那边 你等于是一张白纸 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标签 所以当你比如说 你在扫 扫街的时候 你直接跟雇主讲到话了 他可能从你的态度 从你的语言能力 他就可以大概知道 你是怎么样的人 所以其实运气也是很重要 因为你刚好可能 就是在那个moment 他缺人 然后他跟你讲话 他觉得不错 他们根本履历都没看 就放着 那找工作最重要的是积极 因为如果你 你没有去找 他永远不会自己 你在家 他不会找上你 那他大概有季节 非常重要 因为你现在四季非常分明 而且是农牧业 所以你要按照季节去找工作 像樱桃就是在南岛 不会在北岛 奇异国在北岛 这样子 那白宫的话 你现在我知道的 几乎99%都是白宫 那1%就是从中国餐馆 或是中国人的老板 之类的 所以其实不太会有黑宫 那白宫比较好的好处 就是你受伤 他们有保险帮你赔 这样子 那你不要涉献自己找工作管道 因为其实 呃 要多有创意啦 真的要有创意一点 那一季之长可以走片天下 就是像很多人可能 像修车啊 在那边就超好转 然后可能你还会剪头发 我还听过有人用折气球去赚钱的 所以你可以 有多一点想象力去想说 我有什么样的技能 让自己谋生 那你要去 如果当年现在你有遇到 需要缴保证金的工作 你要注意 因为我知道在澳洲有 而且好像是 还蛮常见 但是纽西兰真的没有这件事 所以如果需要你脚什么 两三百块 扭币啊 就是先不要 要想一想 那纽西兰的户外活动 就是跟大自然有关 就是有一般的活动 跟极限运动 这样子 那这是我换出的福利啊 就是可以出海去抓 那个是纽西兰黑色的鲍鱼 对 不过 甚至日本的朋友下去潜水 那我负责吃 这样 那个这个是我们 就是我们自己去走 那个海边 20公里 真的是 会累死的 因为它有长草 退草 所以我们要赶在一个时间内 到达跟退 走 就离开那边 那纽西兰 基本上它是一个 一个洋比人多的国家 人名数大概是20倍 然后人口数大概 四百五十万 那四分之三的人 三百万人都在北岛 一百万人在南岛 那风景漂亮的地方 几乎都是在南岛 但是其实北岛比较像我的家 对 那基本上我是一个 没有什么 像大家说有规划的人 因为我没有买过那些书 然后我只是 那只是一个很单纯的动机 我想要去 然后 因为我不喜欢照 看了东西之后被影响 就照着别人的故事在走 所以我基本上 不是很激化的一个人 那因为那边的 那个旅游的资讯 非常的丰富 因为每个各地的地方 都有一个地方叫I-Site 就是他们的旅行的 他们旅游的那个 资讯中心 那基本上 你只要靠的 你只要到那个地方 去问I-Site 然后还有这一本书 这本很重要 就BBH 就是所有 backpacker的住宿的资讯 那这本你在台湾也拿得到 因为我也都是 每年跟他们拿 你只要上网登记 然后会寄到你们家 免费的 对那里面就是有 各个backpacker的资讯 然后他的 rating 评价跟价钱 所以这本要记得要去拿 那资讯的部分 除了网路 我就建议他 不要依靠网路 因为台湾人他依靠网路 但是我 我现在网路没有那么发达 最好的工作来源 或是资讯来源 都是去问 你去问I-Site 你去问其他backpacker聊天 或是问 问那个 BBH老板都可以 或是甚至我们有时候 是打电话问工作 我打电话 我拿这本书 然后开了电话 打电话说 你们现在有需要换书了吗 之类的 那就是 安全很重要 啊我是一分钟 那其实我去 跟其他人分享的 你完全没有标签 你回到一个座院室的自己 你去检视自己的人生 然后 你会发学很多兴趣跟能力 像我现在变得非常喜欢煮饭 很喜欢下厨 然后我头发几乎都自己剪 剪得不是很好 但是我就很享受那种过程 就是 你发觉到自己 认识到自己 那大部分人关心的收获 就是跟金钱有关的数字 就是比如说你赚了多少钱 你的英文能力有多好 之类的 然后你工作找到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这是跟个性有关 你个性 你是一个很喜欢聊天的人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进步 那金钱就是 你自己 你不会饿死 但是你有些人不是一个赚钱的地方 澳洲才是 就是比那个薪水来说啦 那工作部分 其实我回来之后 我找到比以前更好的工作 但是那不是我喜欢的 所以我还是 就比较坚持就是做 现在自己想做旅游业 那正如下一个负面经验 但是我现在 唯一的负面经验就是 一个印度人的北佩克老板 然后就是 就是要我加押金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所以我就 就去问了其他人 他们说你们换数料加押金吗 他们说对 然后后来才发现 原来那个印度人老板 他是利用押金去把你扣住 不让你走 除非你找到下一个人来 对 然后后来 因为我是因为想到交钱 我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没有理他 那还有其他的那个经验的话 你们可以上我的那个 部落格去看 就有一些有关于 打工度假 跟自助旅行的经验分享 谢谢 好 谢谢 谢明山的分享 真的时间宝贵有限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这些都是算是一两年 算短期的 可是接下来这位呢 他是长期在澳洲 纽西兰居住 甚至任教的 我们要邀请的就是 纽西兰奥克兰理工大学的 王佑忠博士王教授 上台来跟我们做 在地的观察 也告诉我们澳牛的一些人文风情 谢谢 很荣幸啊 今天有这个机会来 这边跟大家分享 也是一种缘分 因为我过几天 马上要飞回去了 回去要砍柴生活 因为刚好季节是相反 那其实我刚刚听了很多 这个好朋友 分享度假打工的经验 那 其实我也觉得很可惜 就是说 你们工作之前 不一定要是 这个彩水果啊 不一定要是割羊毛啊 对不对 我之前带一个博士生 美国人 他现在在那个 中东当老师了 在大学当老师 他在读博士的时候 他去找 做资料库管理的工作 他的实行是1500块台币 所以 我们台湾人的专长 就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你们可以发挥你们的专长 也可以帮忙去做网页 这种project 这都是很好的机会 另外我提供你一个 这个 打工留学好的开始 我是这个 纽西兰资管教授协会成员 的这个资讯负责人 那我们马上要做一个logo 所以我大概12月 因为我7月份 马上要去等你开会 那我们就要决定 要找谁来做logo 那我是可以 可以决定的人 所以 如果你11 12月份 要到纽西兰 那你又会做logo 会做网页的话 你跟我联络 马上给你一个工作机会 OK 这给你提供一下 OK 那 欸 这不好意思 这次就 就这样 啊 这个要怎么按 对的这个按 是不是 OK OK 这是我简单的一个这个简历 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那我在这个澳大利亚大概待了快8年 纽西兰大概7年 所以 我不小心打工度假游学打了久了一点 OK 那 那我现在是在这个奥卡尼公大学担任这个代理系主任的 那我刚好在也在台湾开会 那高雄就是我的家乡 所以我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OK 那这个大概是我要讲的事情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可能这个 在台湾我们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事情 我从当地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 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澳洲人的简写是什么 大家叫他叫Ozi对不对 那 纽西兰人呢 你可以叫纽西兰人可以叫什么 你可以喊他们叫Kiwi 他们很proud 所以Kiwi Food Kiwi Product 他们就这样叫自己 叫Kiwi Product 那我就跟他们讲 跟他们这样介绍我自己 我是Taiwanese Ozi Taiwanese Owi 因为我整个三个国家merge在一起了 对 OK 先跟大家稍微这个 给大家做一个这个 OK 这个我就跳过了 那我当然是鼓励大家出去 就是这个国际化的层次 我在想你们这个 出国去打英文学呢 最重要的就是语言训练跟文化地理的认知 纽约二三四 一中有同同中有益 这两个国家是非常有趣的国家 我常常比喻他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两岸关系 那台湾也有两岸关系 对不对 的确我大概就跟大家讲下去 这两个是他们的国徽 一边是澳洲的 一边是纽西兰的 澳洲你可以看到 袋鼠跟鹰牛 鵝鸟 是一种像他们的鸵鸟 那 纽西兰呢 是就是这个白人跟这个毛利人 有没有人知道 纽西兰澳洲距离有多远 我们常常讲 纽纽纽纽约我们把它们当成同一个国家 好像同一个国家一样 但你们知道他们有多远吗 有没有有一种概念 如果没有的话回去看一下 你们会不会觉得甘肃敦煌很近啊 讲到甘肃跟敦煌 你们会觉得好像在你家隔壁 不会吧 对不对 阿大利亚最近到纽西兰的距离 就是从台湾到甘肃的距离 所以不会很近 那为什么感觉近呢 因为他们都在南太平洋 或是印度洋这边 没有别的国家了 所以你 你把地图这样一看 好像这两个国家都在一起 但实际上坐飞机要三个小时啊 两千多公里 就这么远 他们的黑水沟 比较大一点 OK 好 所以这个是纽澳 这个基本上地理位置是这个样子 纽西兰澳洲 他们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元首都还是女王 所以你们到这两个国家 你去看到 都还是有总督府可以去参观的 尽管他们只是名义上 那包含他们的这个户籍地址 这个是我家的照片 我家后门 那你看 门这边呢 就是我家 门另外一边我看过那个户籍资料 因为你们到 到纽西兰 每一个人都可以公开去买 当然你看不到我的名字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有点像你去挂号有没有 看到姓跟这个 但你看不到全名 我可以看到我家隔壁是女王 Land belong to the queen 这样子 很有趣 这是一个 刚才有讲过 这照片是我照的 所以没有关系可以给大家分享 这是我在路上 我刚好有人在开车 我就把它照下来 很有趣 你会看到很多很老的车 因为纽澳的这个气候干燥 七八十年的老车 都还是有在游行的时候有人出来开 或者有人 就直接开出来了 几十年的老车 这是一个麦当劳 可以在一百六十公里以外打广告 你可以被想像说 哎呀 你在高雄 你打算去吃麦当劳 到台中去吃的 不会吧 我开车 我最多开过 一天开了一千四百公里 但是这还没有什么 我们台湾人最猛的是 从Adler开到达文 一天 两千多 我不晓得怎么开的 怎么飞的 所以 OK 那个 大家讲到东西在跟大家讲 所以的确你如果去开这个周际公路 你会看到像这样的一个地图 当然啦 如果你真的打工有学 有这种开车机会 周际公路 记得水要充足 加油站要搞清楚 不要开到一半没有游 那真的是 我开那段路有四个小时 看不到车跟房子 四个小时 我时数是一百以上的 所以你要想这个很小 要很小心 纽奥它其实有很多 爱恨情仇交织在里面 OK 澳大利亚是六个 六个殖民地组合而成的 纽西兰是其中另外一个 是另外一个殖民地 那么到今天为止 澳大利亚的宪法 仍然允许纽西兰随时加入澳大利亚 所以每次跟澳大利亚人讲话 他就说 纽西兰是我们的后花园 他们很想要统一 有没有觉得 听起来有点像两岸关系的 那 纽西兰就非常觉得 我根本不一样 我们不要统一 那但是又很好玩 纽西兰就人就对澳洲人 又爱又恨 到目前为止 澳大利亚人 一入境纽西兰就可以投票 所以说 哇那你们送一百万人过去 不是当场公投一下 两岸就统一了 这是真的 到现在都还可以投票 澳大利亚人可以到 你拿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份 你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居住 享有一些社会福利 这很有趣的事情 纽西兰跟澳洲 所以我看到为什么要跟大家讲一些不一样呢 还有一些相同呢 因为他们的确很多 像这个生物部分也是非常不一样 澳大利亚 它是全世界最平的土地 全世界比较最平的 你很少看到高山 一望无际 所以我刚刚跟大家讲 我开四个小时 时速一百多 竟然看不到 看到一个丘陵 全部是平的 但是澳大利亚人 因为它的气候 有些地方很恶劣 生存很恶劣 所以它有世界上很多最毒的东西 大家小时候看生物客们觉得鸭嘴兽很可爱 对不对 不好意思 鸭嘴兽的公的 还是母的 忘了也是有毒的 它有世界上最毒的蛇 和泰潘蛇 还有第二毒的Bron Snake 我只要大学教书的时候 我绝对是走路 在校园里面 离个办公室大概二三十公尺的地方 就看到一条Bron Snake 在地上爬 所以澳大利亚有很多这种毒的 但是有很可爱的 有时候郊区 你住在郊区 有可能爬到你家里面 这是有可能的 然后刚才讲到袋鼠 袋鼠 澳洲袋鼠太多了 袋鼠是人口的两三倍 所以 你如果撞死袋鼠 澳洲政府绝对不会责难你 但是会要你自己保重你自己 我真的也有两次在澳洲 开车差点撞到袋鼠 这真的有可能发生 袋鼠很大 你撞到它你的车子会坏掉 如果你在荒郊野外 不得了 但是纽西兰就不一样了 纽西兰的国宝叫奇异鸟 如果你撞到奇异鸟 你要注意 澳洲政府会找你 因为他们的奇异鸟是快绝种的 所以 保护动物 它不让你随便去破坏的 所以 纽西兰人常常开玩笑说 陆地上最危险的动物是什么 纽西兰 是人类 因为纽西兰没有蛇 曾经有一次传言说威林顿 发现有蛇 整个城市政府单位都动员起来 都要找蛇 为什么知道 因为我以前在威林顿 我在威林顿也教过书 我的学生那时候 很多是政府的官员 所以 那其实纽西兰真的是很天然 它一千年以前 连人类都没有 那澳洲就不 澳洲是古大陆 它有几十亿年了 这两个国家都是非常 具有多元文化的 的确是 举例而言 你看像我可以在 我可以在那边教书 对不对 我可以在那边当到一些 会议的主席 那这是我们 我以前在澳洲 教书的大学校 他是丹麦人 这样的人太多了 这样的人太多了 三重国籍 五重国籍的 我都见过 那七重国籍的 我听过 很容易啊 对不对 就是你如果 在澳洲住一住 然后又到纽西兰住 如果纽西兰住 澳洲住一住 再让你原居地 就三重国籍了 然后这两个家庭 再生一样 就五重国籍了 真的很多 所以 你不要怕说 你是外来的人 其实 你走在路上 你不开口 没有人知道你是外来的 我都学 常常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你们班上 你都有多少国际学生啊 我说 I don't know I have no idea 为什么 我们班上一半的人 看起来都像国际学生 可是实际上 他们可能只有十分之一 因为他们可能是移民的第二代 来自世界各地 奥克兰150万人里面有 50万是亚洲人 就这么多 那 纽西兰跟澳大利亚的 这个民俗文化不一样啦 这是两年前的这个 博士治管论坛 那时候 你看我们对学生很好 我在那时候 我担任主席 可是 我是被挤到后面去的 我的学院站在这中间 里面还有 还有一个叫 是国际治管协会的 全球的主席 他还是被挤到后面去 我们比较跟学生都很开心的相处 这个叫做Morai 是澳洲毛利人 对不起 纽西兰毛利人的聚会场所 我今天本来想给大家看影片 但时间大概不太够了 是一个叫做Puhuri 纽西兰人看到 欢迎外来的人 他用鼻子对鼻子的一个影片 你们有空上网去找Puhuri OK 那 所以这也是纽西兰 他很proud的地方 但是可能有点 就是说澳大利亚呢 他有66个族群 种族 就原住民 台灣有十族嘛 纽西兰只有一个 所以他们就说 他们都很尊重 可是 其他国家来讲也很困难 对不对 不是那么容易 你有那么多的族群 要去尊重 纽西兰就是只有毛利人 OK 所以 你到纽西兰你发现 每一个组织里面 都有一个毛利的副手 我们所有的大学 都有毛利副校长 所有的政府单位 都有一个毛利的副手 很有趣 千万不要跟纽西兰人讲说 你们跟澳洲差不多 如果你到纽西兰人 这是很大的禁忌 我曾经以为 因为我在澳洲大概八年 我想扭澳扭澳 我也受到这种感染 我到纽西兰之前 我曾经跟他们说 应该是差不多吧 结果 纽西兰人脸都绿了 千万不要这样子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连电话插座都不一样 就四百多万人而已 他们就是不一样 然后纽西兰人 又特别喜欢标榜自然 你会发现澳洲的窗户 澳洲的这个房屋里面 都有纱窗 我们在台湾都习惯有纱窗 你到纽西兰 房屋是没有纱窗的 所以你这个也要 也要去适应一下 习惯一下 OK 那 这两个国家 当然地理是很不一样 我刚刚讲过澳洲是很平的 纽西兰则是世界地理教室 他很多时候 我看地图 我刚到威林顿 刚刚第一次到纽西兰的时候 我跟朋友约 我十分钟后 十五分钟后到你家 因为我太依赖Google Map 估计一下十五分钟 没想到 哇塞 那还有垂直距离 我都没有算到 所以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澳洲就不是了 澳洲大概就是 你Google Map就很好用 他们连果酱都炒 这个是 因为你们要去纽澳 你要怎么样 就告诉人家 你到过纽澳 就是这个了 就是这一位 因为我们台湾人 如果要去出国比赛 我们以前的球队什么 都会带什么 带杂酱面 带泡面 带什么 纽西兰人澳洲 他们出国一定要吃这个 等会吃鸡皮 澳洲人要吃Virgin米 纽西兰人要吃Marmine 有点类似 但是他们就是说 都是很坚持 这是我们的原味 不一样 很奇怪 他们常常在吵 之前 基督城大地震 Marmine停产一阵子 所以 那时候整个 纽西兰变成 全国很重要的新闻 很有趣 OK 这个我就不讲了 希望你们出国之前 去听听他们的发音 这两个国家的发音 都非常不一样 当然 就跟你们在这个 在这个 学美式的英文 是很不一样的 好 我中间再讲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 the things you do and things you don't do 你可以做的事情 跟你不可以做的事情 你不要做的事情 我从当地人的角度 来跟你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就是 你要尊重别人所尊重的 不要去乱开别人的玩笑 你在澳洲 我们讲到女王 我们真的是要尊重她 像澳洲人也很尊敬 那个William Leiter 这个 他在澳洲规划很多城市 Captain Cook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 很好你可以跟 外国人 打进关系的方式 我也在美国待过 我那时候 有一些黑人朋友 我怎么跟他打进关系 我说我know Dr.King 我知道金恩博士 他们就觉得 你一个亚洲人 都知道金恩博士 你知道吗 那个I have a dream 讲这个黑人白人平权的 我那时候在美国 这样子他们就很容易接受我 你到澳洲也是一样 去了解他们的文化 他认为你就尊重他们 那些很容易可以跟他们打成一片 你到纽西兰 你去了解一个协议 叫Treaty of One Tangy 是英国人跟毛利人签的协议 所有的 几乎所有的正职 比较好的工作 里面一个quiteter要找工作 就是你要懂 什么叫Treaty of One Tangy 毛利人跟这个外来人的签订协议 你要懂 所以你会懂 那这个就 这是一定会问的问题 再来就是说 我们不要用既有的想法 其实老外跟我们差不多 里多人不怪 尽量用笑脸来维持 跟别人维系关系 真的 我试过 因为有时候 你办一些事情 不管是在这个 私人机构也好 官方机构也好 有时候 朋友之间也好 送一些这个小礼物 伴手礼 我跟你说 这个都是绝对有用的 不悲不亢 遇到问题 Go by the book and go by the channel 记得这两句话 go by the book and go by the channel 在台湾 用台湾来讲 叫做造章行事 你可能会遇到很多委屈 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 记得上网也好 你去把 只要是移民方面的法律 一定要找出来 你要去跟人家炒之前 你不要没有准备去跟人家去做争执 把条文找出来 这个外国人 牛奥很吃这一套 一定要条文找出来 去跟人家去理争 嘿你讲错了 你可能是 你看这个条文 所以说这个条文是这样 你是不是 我想也不是讲 别人直接讲错 因为里面 我slide上没有 但是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 就是 尽量用may 用suggest might 不要直接就说node 你有空去体会一下 不要直接去否定别人 但是不悲不亢 去争取自己的权利 这些都是你可以做的 对移民局要诚实 有带食物一定要申报 OK 生病就休息 在国外 不欢迎生病去上班的 跟在台湾不一样 OK 好 这些第六第七点 我就不讲了 这个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牛航的抢机票 他们的这个机票的价格 可以相差到八倍 你事前订好 跟你临时要订 可以相差到八倍 OK 重新准备一下你对地底的认识 我们在台湾都学中文 That's useless 这个雪梨 你可以讲 可以跟澳洲人讲雪梨吗 叫做斯伊尼 对不对 巴西叫巴西尔 对不对 你会不会用英文讲 文雷雷拉阿富汗跟缅甸呢 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曾经遇到一个缅甸来的人 他跟我讲他来的国家的时候 我呆掉了 我觉得我好不尊重他 因为我没听过他的国家英文名字 我认为他叫Venezuela 阿富汗叫Afghanistan 缅甸叫做Memma 出国之前 去把世界地理再用英文去回顾一下 好 学语言用心去体会 我这就不讲了啦 其实是蛮有趣的事情 好 这个都跳过 things you don't do 不要轻易问别人的隐私 千万不要 因为牛耀是非常重视隐私的 即便是很好的同事 像我一个助理 去年退休 他快80岁 75岁以上了 我也是他快要退休 我才知道他有年纪这样子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年纪的 在履历表上 我当然打工有学 我可能不是 但是如果是正式的工作 不摆年龄的 你千万不可以摆年龄 千万不可以摆你的种族 其实性别都不需要 婚姻也不要摆 你摆了 或者是你在面试当中 别人这样问你 别人是犯法的 这个很重隐私 不要随便去照到别人 不要尤其是照到别人 我有很多同事讲说 哎呀那些观光客 把我的孩子 把我家人照到了 我非常不高兴 我好几次听到 当地人这样抱怨 OK 好 再来 有一点 我可以跟大家讲 第六点 再好的地方也有坏人 一定要小心 你不要认为说 OK澳洲治安很好 你现在治安很好 我就 我就可以毫无忌惮 我可以半夜到处去跑 或者是不注重安全 再好的地方都有坏人 我在紐澳 很少听到出 出状况出事情的 但是还是有 尤其是我 我身为道 我听他们这个local的broadcast 就讲 有一些坏人 他会针对亚洲人 因为你英文不太好 所以他们知道 特别要去抢你 所以这个你要注意的 钱财不露白 OK 放开你的心胸去看世界啦 好 不要说看到一个华人的样子 你就想要跟他讲中文 不见得 我在 我在也是在美国的时候 遇到一个像 也是跟我们长得差不多 我想要跟他讲中文 实际上他跟我讲 哇 他完全听不懂 他用英文这样跟我讲 因为他已经 他已经移民到波多黎哥 已经150年了 你在紐澳也会遇到很多这种 就是华人面孔 但是不会讲英文 你不用际地的眼光去看 最后跟大家讲一下 不然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系主任 你不要猜猜看他的last name是什么 如果我们用既定的眼光 用我们的这个 翻译的角度就觉得 好像他姓陈 对不对 或是什么 或是姓谭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可能会以为是姓谭 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他姓陈 为什么他姓陈呢 用台译想你就知道 所以这就是 你不要用既定的想法 OK我马上做一个总结 我就不讲这个后续相关的机会了 OK 直接跟大家稍微再讲一下 奥克兰叫做city of sales 我们大概三户就有一户有一条船 好 这个是我们奥克兰的相片 我的办公室就在里面 OK 这是我们的学校 OK 好 我赶快讲一下 如果你到 到国外读书不见得花很多钱 在纽西兰读博士的话 基本上是收local fee 配偶有工签 子女免费就读托儿所中小学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托儿所 所以 OK 欢迎有兴趣来到这个纽西兰读书 我的解语就是到国外去打工游学 尝试去培养你的语文能力 而且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语言 不要去用 在过去就说 像我们在这边都学什么 French fries是薯条 你到国外 我在国外 这么多年我没看过French fries 都叫做chips 那还有很多很生动 其实英文很生动的 包含小孩子 会爬的小孩子 扭澳的人会叫他们叫什么 叫ankle biter 有没有 小孩子去抓你的脚踝 所以叫ankle biter 这种有趣的语言 利用这个机会去感受 这在台湾都是学不到的 去了解别人的地理文化 政经历商业 这些都是你的资产 带回来之后 你将来就可以去帮公司 去设计产品 去符合当地的这种 这种需求 方看你心胸开世界 建立你的国际人脉 跟交流合作 这就是我的结语 OK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王佑中教授 为我们带来这么精辟的内容分享 我们今天呢 不论是我们澳洲或纽西兰的部分 我们所有来参与讲座的 随身碟前二十名 那希望我们这个时间有限 请大家把问题精简 用很最精简的方式来提问 用最精简的方式提问 那我们今天呢 有很多部会的长官都会在台上 来跟大家做交流分享 好还是再次提示 我们在头影幕上这边呢 有QR Code 有QR Code 大家还是扫一下 因为接下来 更是大家想问的问题 更多人想要知道 好我们现在就直接邀请我们的主持人 就是外交部 石瑞奇 石主秘来主持 接下来的问答交流时间 以及外交部 南部办事处 陈中处长 乔委会 卢锦海处长 金管会 韦庭旭组长 劳动部 一开始之前 我们这个南部办事处的陈处长 有一个简单的简单的这个跟大家再补充一点 我们在座也有劳委会 也有劳动部 也有金管会 也有这个乔委会 还有我们部里的人 大家有什么问题 还有当然各个真正有实际经验的专家 欢迎大家提问 我们先请我们陈处长简单补充一下 大家好 今天因为教育部青年署的人 有事情没办法到 所以我代表他们宣布一件大家 可能会很有用的一个消息 教育部青年发展署 那谁协助青年 筹措经费出国 撞油 所以他们有一个贷款 他们跟台湾中小企业合作 合作办理一个 青年海外生活体验贷款 每位青年呢 最高可以贷到新台币12万元 所以呢 假如你自己存款不够 你的家长也没办法自愿你 你可以跟教育部借这笔钱 那么它的条件非常简单 你要满20岁以上 30岁以下 未满31岁就可以了 那么申请者要提供 保证人一人 那如果是中低收入家庭呢 可以优先办理 中低收入家庭的标准是 所得在114万元以下 而且这样的条件的青年 还可以免提30%的自备款 那么这个 如果还有问题要问 可以到最后一步 青年发展署的官网 www.yda.gov.tw 或者是 i use青少年国际交流资讯网 抱歉啊 我有老花言眼镜有点松懈 i use.usehub.tw slash qna.phd 再念一遍 i use.y use.y use.hub.tw slash qna.phd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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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大家 刚才大家 刚才大家听到 我们这个到 作业打工 最最担心的 第一个就是 大家需要有保险 要有保险 第二个就是 劳动的条件怎么样 第三个就是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当地的台湾人 当地的侨胞怎么帮忙 所以这为什么 我们今年有 金管会 金管会负责保险 我们有劳动部 劳动部负责者 我们这个整个劳动 劳工的这些 这些整个的保障 整个条件 还有我们敲耳会 就负责万一再烙扭 万一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 可以有什么联络的管道 我能不能 请每个人大概 一分到两分钟 赶快跟大家 有什么补充 我们来讲一下 好不好 我们先敲耳会 好 不敢 谢谢这个主命 还有各位先进 那敲耳会 最主要就是 我们在海外 因为我们出国 总是有很多的侨胞 在当地 他们也住了很多年 或许在一些 我们 我们住外的代表 或办事处 他的那个位置 所不及的时候 可能当地 还是有些侨胞在那边 有事实的时候 我们可以 请这些 在国外的侨胞 假设有需要帮助 可以 有希望 不要有什么 这个负面的帮助 这个正面的帮助 我们也可以 及时的做一些预援助 以上简单报告 谢谢 谢谢 我们那个 我们金管会 金管会 有没有 那 首先感谢外交部 给我们这个机会 来宣导 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宣导 保险的一个重要性 那当然 简单来讲 各位假如要出去打工 其实有时候会碰到一个问题说 我想买铝瓶险 可是铝瓶险 为什么只卖180天 不能买更久 那事实上 其实从那个 保险的名称 你就知道 他是为了旅行 而设计的 所以他不会去管说你的职业类别 或是你在国外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完全是以旅行的这个意外为主 那各位假如说是 要出去做度假打工 因为你们的时间一定是比较长的 那我们会建议说 你们是去买所谓的意外险 那事实上 因为在各保险公司 包含寿险跟产险公司 他们都有卖所谓的意外险 甚至你还可以跟他加买所谓的那种 紧急救援的一个服务 那事实上都可以提供你们 比较完整的保障 所以其实在你的出发的目的 其实就可以区分说 你到底应该是买旅瓶险 还是买伤害险 那事实上 这个东西都可以跟保险公司 来做一个咨询 那我想假如说有 未来假如说真的有需要做一些协助 那记得就是一定要保留单据 回来申请理赔 那这样才能够让整个事件 能够对同学的伤害能够减到最低 那我想现在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那我想现在简单的做一个介绍 因为一开始也提到保险 那我这边可能就是针对说 大家在寻找那个 不然以后是在国外 还是在国外里度假 甚至以后要求死的话 真的最重要 第一个起步大概就是 就是避免那个求死的诈骗 那这边我们大概最重要的 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不要随便就是签约 就是说在你还搞不清楚 或者说还没有把握的时候 绝对不要签什么 那个paper 一些签约 那第二个就是说 你个人的证件的话 一定不要离声 这当然最重要 那其实刚刚也有信念学子 有分享到讲说 就是缴费的问题 就是说 你不晓得他在做什么 其实缴费 通常都是有问题 不要缴费 再来的话就是说 不要办卡 一个卡片这样子 也不要去办 因为有些职销的话 通常就是叫你买商品 这东西 等于说你没有把握之前 这东西都是不要去做 那另外就是说 为了协助说 不管是说信念学子 是度假打工 还是未来求死的话 我们在 尤其是以后求死的话 你们找工作 除了民间的人力营囊以外 其实政府有一个全国就业 YouJob 全国就业网 那这个服务 从头到尾都是免费的 而且如果说你还有一些职能上面进修的需要的话 我们还可以提供相关的职业训练这样子 那就是说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大家网路都很厉害嘛 比如说上网Google一下 全国就业网 那相关的资讯 以及我刚刚讲的内容 其实在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得到 以上提供给大家参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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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们现在就开放大家提问 不过很抱歉 我是主持人 我有特权 我先问第一个问题 问劳动部 我刚刚从这个大家讲话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王教授讲到 我们打工不一定一定是要去摘果子 一定是就要去这个捡羊毛 事实上还有很多更高附加价值的打工 像设计网页 像修车 对吧 那我知道我们劳动部有非常棒的这个职业训练的中心 那我们现在继织 在澳洲就有四万个年轻人 我们可不可以 譬如说我们针对这些度假打工 这些国家 像澳洲和纽西兰这些 哪一个可以有高薪资高配的工作 那我们的职业训练又很棒 像我们修车 譬如说我们替这个 替这个要去度假打工的年轻人 半年的修车班 他去以后 本来是赚实行两块钱 现在实行maybe可以赚20块的 那譬如说网页设计班 可不可以英文的网页设计班 三个月我们可以去 我们去AOT可以去找 我们玩教授可以赚十薪资多少多少钱的 对吧 可不可以 然后任务可不可以 有这样子方面的将来的做法 谢谢石主委 其实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就是为了协助青年 尤其是大专门毕业青年 不管你在求学过程中 甚至毕业以后 如果说就像我刚刚有报告 我们现在就是说 本来我们在各地 是有所谓的职业中心 跟我们就业服务中心 那为了整合 等于说 大家那个就业跟职训的需求 其实我们今年就是说 配合那个行政运处置改造 我们各地像我们在 高雄地区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原来的职讯中心 跟救护中心合并 所以说各位如果说 只要你有任何的 职能上的需要 不管是刚刚那个 竹命这边提到的 是语言方面 还是说那个 汽车修不齿啦 像资讯各方面各种 之类的话 其实我们都有开 那部分 大家我刚讲说 除了上网去找以外 其实要在就近 像我们高中市政府 有很多就业服务站 去那边去咨询 我们都有那个 专业的那个 咨询管理员 可以提供你 等于相关的资讯 那我们也非常鼓励 比如说 甚至你在求学 在大三大四的时候 我们 有那个大专业学程 那到毕业以后 我们更有相关的 那个职业训练 这问题是没有问题的 不管 就是说提升你的个人 职能 不管以后 你是在国内就业 还是到海外打工 我希望都会有所帮助 谢谢 谢谢大家在打工之前 是不是 可以 国内很多资源 可以学一级之长 或二级之长 或是多级之长 然后去国外就可以 可以马上 可以有很多加持的效果 我刚才想到 好我们现在开始提问 好吧 为了节省时间 是不是我们 我们一次接受 五个问题 然后当然再答复 然后再来五个问题 这样可能比较快一点 好吧 请大家请 哇怎么办 我们那个lady 那个那位 你动作最快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一个人 自己去那个澳洲 要留学 就是说要找工作的话 那因为我本身英文 就不是很好 那我要该如何去找 我喜欢做的工作呢 可以跟我回答一下 谢谢 你喜欢做什么工作呢 我喜欢做那个绘画方面的工作 对还有那个电脑网页的工作 可是我英文 我的英文一直都不是很好 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比较好 如果说我到一个 就是到澳洲都不认识 因为我那边也没有亲戚嘛 那我如果要住宿方面 是要怎么解决 谢谢 好 我们第二位 就刚才前面 这一排有一位举手的 阿瑟先生 好 我是一个高中的学生 然后 我还没上大学 我就想去打工度假 可是我会 害怕说我出去 然后我回来 我拿到什么 然后我得到什么东西 对 我想问就是 因为我不是一个 假如有大学生 或是等我毕业以后再出去 我是高中完 我就要出去 那这样 跟大学生 跟成年以后的人 有什么差别 谢谢 好 谢谢 勇气可嘉 还有刚才那边 对 请 各位长官好 我是今年有抽到要去纽西兰的 然后我想要询问说 就是如果我们在当地要 购买车子 那有哪些部分需要注意的 比如说保险的部分是保全嫌 还是其他的部分 好 谢谢 我们看后面 好 好 那位 好 小官好 我想请你说说 我们的孩子 他要出国去打工度假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他出国去打工度假 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他出国去打工度假 那虽然我刚听到余慧的来宾分享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那如果说他们在这个当地发生的紧急状况 比方说他遇到爬手 或是说遇到重大的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建议他可以优先联络的管道 来确保自己在当地的安全性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看最后面 对那一位最后面 你好 不好意思 我是想询问一下说 如果像我们出去的时候都要自备一下履历 那大概是A4大小还是明天大小的话 他的履历会比较适合 那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会带钱出去跟带钱回来 我想请问一下如果以前的形式是以旅行支票比较好 还是说直接用电汇或现金 谢谢 好 好 我们现在很快很快这个 大家打一下好不好 看谁先开始 我们王教授好了 王教授 OK 有关网页的部分 这个 语言还是会有点重要性 毕竟你是要做网页做给外国人用 对不对 所以语言还是有一定重要性 那怎么去准备这个语言呢 其实我之前在台湾有过其他的演讲 这我也提供过意见 其实我们学英文或是看英文网站 并不是那么难 你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做 去了解英文的网页怎么设计 去雅虎去看他们气象网站 你先看一看中文的网站 再看看英文的网站 你去租车网站 去那个Avis去租个车 你按照他的流程去租 你不要付钱就好了 你就去这个旅游网站去订机票 你不要付钱就好了 那里面所有的英文你都学到了 就是说 你看看不同的公司 去不同的公司看他们的网站 去走一下他们的流程 你就知道他们的界面怎么设计了 大概是这样 就是还是准备一下 还有记得 我刚刚讲到 如果你要找高附加价值的工作 带你的作品去 我认识一个他是做网页做广告设计的 现在在澳洲生活的非常好 他就是带着作品去 因为作品就是最好的语言 你如果只是带着一点履历 然后你就这样讲 可是你作品做得比人家漂亮的话 那没话讲 对不对 网页也好 绘画也好 广告社也带作品去 我们是不是第三个问题 也请王教授说明一下 是买车的问题 买车的话 两个 就是说 跟分大城市跟小城市 我建议在大城市买 越大的城市越好 因为你的选择性多 竞争也大 那买车的时候 我个 当然他会很多低了 就是这个售车上 二手车 我相信党用应该是买二手车 那 纽澳的二手车的这个 品质都很好 但是你要小心一点 不要买到 还是有一些 比较没有良心的 所以说是从日本进口来的 从哪里进口来的 的淘汰车 那个可能里程数就有做更改 我个人买的车是什么车呢 我喜欢去那个 租车公司 租车公司他四年五年 他的车就淘汰了 我里面多花一两万两三万块台币 去买那样的车 租车公司他只是 因为他会计账目要报销了 但实际上车况都非常好 所以去买租车公司 他release的车 这个都有 你可以去上网去查一下 这是我的建议 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想回应一下 刚刚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在澳洲或纽西兰 万一发生了一个 没有预期的一些特殊的事件 或者意外事件 要怎么处理啊 那目前我们外交部 我们政府 在澳洲有四个驻外机构 分别是在坎贝拉 摩尔本 布里斯本 和雪梨 那么在纽西兰的话呢 就分别是在奥克兰 还有一个是威林顿 那么最常我们处理的意外事故 通常就是护照遗失 那可能你在走路的时候被抢 那因为有的时候你单独行走 那在澳洲有一些人 他会来抢 就是说你单独行走 特别是在晚上或清晨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被抢 或者是你东西 住在sharehouse 不同居住的地方 但是那个地方 因为所门禁的管制 并不是很好被偷 还有很多人 他的笔电啊 或者是手机被偷 所以 类似这样的情况 当然 如果你的护照 证件遗失 就跟我们的住外管处联络 那我们住澳洲 或纽西兰的住外管处 除了一般的护照的 遗失的紧急核发以外呢 另外当然 如果你遇到其他的事件 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请求协助 那我们目前普遍所发生的一些 年轻朋友发生的一些问题 包括他在工作的时候 照工作的时候受伤 比如说他在屠宰场 牛肉厂工作的时候 手被夹到了 或者从机械上 操作的机械摔下来 那另外呢 有另外一种就是 他在户外活动的时候 比如说他在滑雪摔伤了 那如果是涉及到 紧急的生命垂危的情况 你一定要打 在澳洲要打000 这个是紧急的联络电话 那么澳洲的政府 他们有设有一个翻译的专线 是免费的 这个翻译的专线是131450 如果你担心 你打电话 没有办法很流利的讲英语的时候 你可以先打这个131450的电话 从电话当中 要求一个华语的传译员 那么他就会帮你找一个华语的传译员 然后帮你接到我刚刚讲的那个000的紧急联络电话 你就可以透过电话 三方的通话 说华语 说国语 然后来跟对方 他会 电话中会帮你传译 所以 你如果是紧急 生命垂危的情况 你一定要打这个000的电话 如果你要跟非紧急的状况的话 你可以当然你跟我们联系 我们会告诉你 我们可以协助你的事情 如果是属于澳洲政府 执法机关 或者是政府公部门 可以提供你协助的 我们会告诉你一个适当的管道 所以我们住澳洲跟住纽西兰的住在管处 可以协助各位朋友 一方面是资讯的提供 另外一方面在紧急这个政见遗事的时候 我们可以帮你补发 那另外有重大意外事件的时候 我们政府也会协助 如果有家属需要来 比如说发生重病了 或者是车祸意外受伤了 我们会协助家属来澳洲 来我们来妥善的来照料 那是很简单的 就这个部分来作为说明 另外就是说澳洲政府目前打工度假的年龄 是18岁到30岁 就是说你到31岁是指说你在申请签证之前 你必须要在这个年龄 他没有学历的限制 所以你不管是在台湾你是读技职体系的 国中高中或大学 你只要在这个年龄层范围的年轻朋友 都可以去这个澳洲 澳洲是一个 纽西兰我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视平等 就是刚刚我们有朋友讲到的是 你没有什么标签 不管你是在农场工作 或者在银行当经理 在澳洲都是没有歧视 都是平等的 所以每一个年轻朋友去 你带着一个理想 你可以去不管是充实你文化的体验 或者是语言的学习 或者是人际关系 这些都可以 你可以带很多东西回来 不过我想在这边分享的是 其实在座的每一位 都是我们台湾的大使 你去那边 不单是去学习语言 去了解澳洲 其实你也是让澳洲人了解台湾 你们都代表了台湾 年轻人 手法 勤奋的精神 你让澳洲人了解台湾 你去做个广告 大家父母不要担心 就是有什么事情 你即使澳洲那个什么 都有华文什么的 你就打这个办事处 代表处办事处的紧急联络电话 代表处处办事处的紧急联络电话 在各位的资料里面也有 在外交部的网络上也有 我们保证24小时 都有人开机 都有人接梯 都有人回应 即使是不在办事处 代表处处区区 我们也会有 乔尔会有 乔尔会的热心的侨胞联络 都会找好 就很快 最快速度会去 会去来照顾大家 好 谢谢 这样子 除了刚才我们同学所做的说明以外 待会我会请文教授 进一步在 就他的个人经验 跟大家说明 我也提醒大家 除了我们外交部人 可以找以外 乔尔会人可以找以外 事实上 澳洲或纽约当地的警方 也可以当很多忙 警方 那么 在怎么样 打紧急电话 等一下王教授跟他说明 还有 刚上一毕业的同学 可以做些什么 王教授也可以提供一点意见 我先从这个 遇到紧急事情的这个报警来讲 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报警电话 是000 不难记 纽西兰是111 也不难记 那你在大城市的话 其实你基本上不用担心 有人会讲华语的 基本上纽澳 这个华人的移民 100多年前就很多了 所以 你们现在出国已经是一个 天涯若比林的一个境界 非常方便 你到那边上网的话 可能都在看 台湾连续剧 但是我不鼓励了 所以 报警的话基本上 可以有华人警察 跟你做应答 不要紧张 真的遇到困难 遇到危机 或者困难的时候 记得你要讲你的地点 讲你的这个 一些如果遇到歹徒的特征 这些东西都一定要记下来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 那报警的话 你可以跟他讲说 你就记得几句话说 I need to talk to a Chinese or someone can talk in Chinese 或 Mandarin 你记得这样子 他们会帮你转 当然你最好 如果你自己英文够好的话 你就不要再去拖延那个时间 OK 那电话不难记 当然你如果是到乡下的话 你可能就变成就是说 就是必须要是用到英文了 OK 那至于说这个 刚刚有提到高尚同学 我不晓得您是哪一方面的科系 如果你是做会计的话呢 那可能有机会可以做 General Bookkeeping 但是我不晓得 这会不会是黑工 因为一般的这个 如果是会计师的话 是要有一个 当英国协的执照的 那我是有 以前有朋友 十多年前 十五年前 在读书的时候 有朋友他去做这个Bookkeeping 帮一个面包店做 也许有机会 但如果你是文书处理科的 我刚刚提到 台湾的我相信 你就算是文书处理科的 那个资讯能力 在纽澳应该都不弱啦 因为那个 那两个国家是以农业立国 所以 他的这个强项 原来是资讯是强项 这样子 那如果是其他的部分呢 可能不是有特殊专业的话 我会建议你尝试去做一下Volenteer 志愿者 去教堂 去这个 一些协会 去做中风协 去做一些志愿者之后 你履历上有一个local的记录 你利用他们来给你做reference 就会相对容易一点 这是我的建议 还有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 还有就是那个 最后一个 一个那个 履历表用A4 没问题 带现金 带是带这个旅行支票 还是带现金哪个比较好 我们那个 实际经验 我们圣经的作者 还有我们的作者 好 那大家好 我补充几个问题 然后我先讲一下那个 履历的部分 履历 我会建议啊 如果你要做名片 你就是在台湾做 因为它也不大 而且又便宜 你跑去那边要做 你会找谁做啊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问题 这样子 那我建议啊 你可以做名片 那名片上你没有电话 所以你就是有 只有email 因为你去到那边 你才会有当地的电话 那履历的话 你可以先印 然后你印到A4的就好 那你可以 多印一些 但是当然你行李有限制嘛 但是你一开始去你就多印一些 那我建议大家就是用 因为你去影印 它可以选不同颜色的纸 因为大家都用白色的 你可以用不同颜色的纸 会比较明显一点 其实它差不多就是这样 一张就好了 不用去交代 你是从哪里出生的 然后你的生长背景 head man 就是你讲你的 你的工作经历 你可以做什么 然后你的联络方式 就是这样就好了 嘿 然后刚刚还有 一个问题是那个 关于意外 意外的话 像刚刚各位都讲了非常多 但是还有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就是你可以去当地找 比如说台湾会有那种 佛光山或是慈祭的分会 然后他们当然都是华人 这样 然后所以他们要帮助你 也比较容易 这是可以利用的一个资源 然后另外 刚刚那个同学有讲到就是 去了可以得到什么 这个是一个奇妙的问题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同 他的背景不同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一样 那如果以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 我如果可以重来 而且 有的话 我希望我在大学之前 我就休学跑去了 因为我觉得那个去了 你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回来你对你的学业的想法 就会不太一样 也许你会有另外一个方向 或是 你回来之后 你可能会有一个 我以后想要做什么 或是我看到了什么 所以 他启发了我想要做什么 那个东西 我觉得是思考的材料 那 这是我大概的回答 这样 时间有限 我们现在先开放下面五个问题 最后变那个 最后变那个 就那个小姐 那黑衣服的 喂 长官 大家好 不好意思 那个 如果男生的病疫问题 还有那个 如果说 打工保险是只有意外险 有没有包含疾病险 如果生病 澳洲的生病 看医生 那个费用 谢谢 不好意思 我想要问一下 那个 对于第一次出国打工的人来说 现在有很多 机构是专门在代办 或者是 就领导你去那个地方 那个 进行账户申请 或者是 就有点类似 那个 一个 算导游吗 总之就是带你一起 就带团一起去那边 那个 算是做一个安定程序的那种 机构 会建议去 会建议让他们来 来带领你们去那里 那个 适应那里的环境吗 还是说 自己找几个朋友过去 就可以 就可以适应那里 好 谢谢 好 我们 这位小姐好了 先前面 后面呢 好 小姐 不好意思 我想要问一下说 因为我们就是 这次是 有抽到要去纽西兰的部分 那想要问一下说 呃 如果去语言学校的话 学期最短的话是可以 就是学多久 然后 那如果说我们是刚去的话 会建议就是先用幻宿 或者是先用 就是先去语言学校 移到两个月这样子 因为我们的就是语言能力 还不是很好 然后 对 刚那个履历的部分啊 是 副照片比较好 还是可以不要副照片 这样 谢谢 副照比较好 还是副照比较好 好 我们后面那一位 那一位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像我们 如果去澳洲那些贵重物品 像笔电 或者是 一些贵重物品 然后我们工作的时候 不可能带出去 我想请问一下是 怎样的保管方式会比较好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 用的名字是 自己取了就好了吗 然后还是要用 护照上面的 那个名字比较好 谢谢 我很高兴听到这些问题 大家真心是准备要去啦 不是问一问 随便问一问 好 那位那个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我可能提的问题跟 本身要去打工的人 他们可能不太关心 我以一个 台湾的家属来提一个方向就是 如果 家人或者是小朋友 在纽澳发生了极难救助的状况 比如说车祸或者是意外 那可能当地有当地的资源 会帮忙进行 那我想知道是 那在台湾的部分的家人 他很担心的情况下 我们又急着想出国的时候 我们跟外交部这边 我们可以有哪些动作 进行配合 我们必须要背起什么样的证件 那可以让外交部这边 在做一些相关的办理的时候 可以竞速 或者是说 澳洲那边或者是 纽西亚那边 已经要进行一个 伤患移转的时候 那这时候台湾这部分 家人的部分 我们是需要进行 什么样的联系 或者是协调 才可以让整个医疗 是属于一个 无缝接轨的状态 而不是说 回到台湾之后 要再重新做一个联系 或接洽 那不晓得这边 就是 那个部这边 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方向 谢谢 好谢谢 那我相信我待会马上 第一个就点你 好不好 因为现在已经五个问题了 好不好 待会下一批 就点你第一个 我想最后一个问题 可能是很多家属 很多家长 都很担心的 我们在这边的 最左边的这位 是这个陈启佳 陈富参事 他从澳洲代表处 调回来 在澳洲待过好几年 处理过 亲身处理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请陈企家兄先讲一下 好不好 好 我很快的说明一下 我们都不希望有任何意外事件发生 但是万一发生了 我们的住外机构 最重要的是协助当事人的家属 了解他事发的状态 比如说他重病 或者是发生了车祸 他的伤势怎么样 医院的评估是怎么样 我们要把这个状况了解以后呢 传达到到台湾的家属 那刚刚提到就是说 怎么样来配合 其实我们的住外管处 跟外交部是一体的 住外管处把资讯传回部里面之后 外交部就会联系家属 告知家属说 他的这个孩子 或者是这个年轻人 他的情况是如何 那么 可以给家属一些评估的意见 那至于家属要不要去 澳洲去照料他的家人 这是家属的决定 那么如果要去的话 那刚刚提到了 我们会协助家属安排 飞机的乘旗 定机位 那另外呢 澳洲有电子签证 那我们安排他 这个申请电子签证 那家属要去 因为人身地不熟 那还有语言的隔阂跟障碍 我们会联系我们的住外管处 派我们的同仁到机场去接 然后协助家属到医院 或者到其他他接受治疗的机构去探视 那么甚至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同仁去安邦我们的家属 比如说当地的住宿 当地的饮食餐食 我们是给予一个全方位全面的协助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事件能够尽快的能够这个 让这个事件能够把很妥善的处理好 那如果是一个我们的年轻人不幸他比如说 我们也实际处理过他重伤 他必须用单价这个运送回来的时候 我们会协调看看他有没有保险 这就是刚刚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医疗叫做保险 这个叫做医疗后送medical evacuation的重要性 因为这个成本非常的高 如果是一个重伤的者 他必须要用单价拆飞机座位六个椅子回来的话 那这个费额是相当的惊人 那如果有保险的话你才可以支付 那我们会协调执行医疗后送的医疗机构 来执行这个任务 那这个操作的细节非常复杂 我就不再说明了 那总而言之外交部的驻外机关跟外交部 跟当事人的家属都会密切联系 我们提供资讯提供意见 但是决定是家属决定 家属有任何的决定 我们都会配合来协助他 来妥善处理这个事情 我很简单的先说明这样 谢谢 好 那除了这个平安保险 这个健康保险 这个都要做以外 另外啊 这个如果你在国内的家属 急着要去探望的话 那么除了外交部在台北的这个领事事务局 你们可以去寻求帮忙以外 如果你是在比如说在南部 那么这个在高雄 屏东彭湖地区 你可以直接找我们南部办事处 如果你是在云嘉南地区的话 可以找我们云嘉南办事处 中部呢可以找台中 中部办事处 东部可以找东部办事处 这些资讯 大家都可以从网站上找到电话 如果有进步问题可以 向我们外交部南部办事处 如果在这边的朋友的话 可以问我们 我不晓得我们领事事务局同僚 有没有补充意见 没有 刚刚有一位来宾有问到就是 到底意外险有没有含疾病啊 那当然意外其实就是 定义就是非因疾病所引起的 所以原则上我们的意外险 甚至是铝屏险 事实上是不含疾病的 医疗 他完全是存在意外造成的 伤害 他才有做所谓的补偿的动作 那当然 各位出去假如买所谓的意外险 其实都可以附加所谓的 所谓的意外医疗 就是说 你因为意外所产生的医疗费用 其实这一块也可以做cover 那当然另外也可以回答 刚才那个朋友就是说 有关急难救助 其实 你假如说去买保险的时候 事实上你可以询问保险公司 有一些受险公司 他针对特定的客户 他事实上会送所谓的急难救助的 这样一个商品 他们简称叫SOS 那甚至假如说 你去找产险公司 就是一般你买汽车险的产险公司 他们可以直接附加在上面 那这个对于假如说 有一些真的是重要 重大商品患者需要紧急后送 其实这一块的费用 就能够被cover进去了 所以为什么其实也很强调 就是说 大家出去之前 假如说能够针对自己的 这一块的这个 未知的风险 能够先买一些保险来补偿的话 事实上是会比较好的 那当然疾病的部分 有一部分 假如说你还有保有健保身份 当然看感冒 看头痛也许可以回来 那以保险公司 卖的所谓的医疗险 其实他也不会去保 所谓的感冒头痛这种小病 可能就是你因为很重大的疾病 有牵扯到住院的时候 那医疗险才会去cover 不过这块的费用相对来讲 会比较高啦 所以其实可以看各位出去 你们的经济状况许可 来选择适当的一个保险 那我想就简单说明到这边 好 谢谢 就是大家 要现在人 这个保险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必要的开支 车辆的保险 健康保险 都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这个是最基本的 千万不要省这个钱 我们 我补充一下 这个 事实上 有两种意外的情况 刚才没有touch到 一种是 假如 你犯罪了 万一你犯罪了 或者是你没有犯罪 但被控犯罪 这时候你怎么办 那 这个赶快跟我们驻外单位联系 我们驻外单位 在当地有领事探视权 这是按照维雷纳外交领事公约 这个我们驻外单位 在各国都有领事探视权 那他可以先探视你 然后看你需要什么的协助 帮忙聘请律师 帮忙跟警察接触等等 这是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可以寻求的 另外我个人在担任驻纽西人代表期间 接到过学生的电话 就是 在当地 事实上 在Quincent 遇到流氓 威胁他们 这时候怎么办 你可以第一个先报警 第二个可以跟我们驻外单位联系 我们驻外单位可以跟警察密切联系 来寻求保护 好不好 这两点不重说明 谢谢 我们这两位作家 有没有针对 他有没有说明 介不介意找仲介 或者是这些 还有其他 是 那针对找仲介的部分 我做回应 就是说 其实不难 就是说 除非说你担心 你自己真的是 你真的都没有把握 你没有信心 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 那 刚刚您提起的就是说 您会约半嘛 那约半的话是更没有问题 其实你自己 像我本身的话就是 全部都是自己用 这样 基本上只要会简单的讲 就是 基本的英语绘画 或是其实甚至笔手画脚 也是一种乐趣 所以 其实没有想到这么困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说 除非你非常非常没有信心 不然其实自助是没有问题的 那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刚才有提到说 要就是申请那个语言学校 它的长度 据我知道语言学校 它最小就是说 四周 那个 你如果要申请的话 就是说 去申办 最少要四周 当然也是可以谈 因为其实语言学校 现在越来越多 很竞争 那 你也可以跟他谈说一周两周 那当然这些 用谈的方式 可能是会用见面的比较好 那我建议你就说 如果你要 我在猜栏 你可能是不是担心费用的部分 你如果担心费用的部分的话 那个 你可以跟他讲 就是说 你当面谈的话 可以有一些这种注册费 这种注册费免费 或者说 如果你有规划 要长一点点的话 这也是一个筹码 可以跟他谈 谈说那我就是要念 八周 十二周 那这个 这个部分的话 费用比较会有 可以 就是 那个 谈判的空间 那 第二个部分 你说CV的话 就是你的履历的话 照片要不要付 这个我是 没有什么 common 就是 我建议是也可以付 因为就是 这样感觉 你比较 人家可以比较认识你 但我额外 比较强调一点是说 我建议你可以写一个 就是 那个叫做推荐书 因为 在纽西兰他们很流行 就是你要找工作 有推荐人 会比较好 那推荐人 你不用担心说 一定要找当地人 那你也可以 比如说你要在台湾 你就要 你可以先找几个当地人 找你朋友啊 找司长啊 找朋友也好啊 只要这个朋友 足够描述你个人的特质 我相信这个雇主 可以透过你的朋友 了解你 你就多出一些 找到这个工作的机会 是 贵重物品 贵重物品 刚是有提到说 电脑是吗 这个电脑的部分 其实我也没什么idea 因为我本身去 我没有带电脑 对那 如果说你担心说 贵重物品 假设电脑好了 那要怎么处理 我建议不是 电脑不是都可以 加那个锁吗 就是它 它其实有个洞 可以 你去买那个 那个锁嘛 你假设说 你住的地方不安全 就是没有门禁管制的话 你就买那个锁 把你的 笔电找的地方 用那个钢锁把它锁起来 是 这是大概我的意见 是 不好意思 我补充一下 因为 你说要去纽西兰的话 我只是说 希望你避免 当然这样可能 避免你的语言学校在市中心 雪梨市中心也好 如果你是要重量 重口味的话 你就直接把自己丢到乡下了 那如果你希望是一个过渡的话 奥克兰的北岸不错 你去 survey一下 奥克兰的北岸 是比较多是洋人 OK 那这是在纽西兰部分 另外就是说 针对纽澳 刚才有个分享说 它是半夜到 我比较不建议 我希望不要半夜到 你第一次到国外 把自己丢到外太空的时候 不要半夜到机场 最好是白天到 机场马上可以找Optus 或者Telecom 或者Vodafone 这些电信公司 花20块钱 你马上可以换一张SIM卡 3G上网 可能就一个月500Mb 哇 那你就完全 你text无限嘛 所以就马上没有问题了 这是一个建议 白天到去找 去换个SIM卡 好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最后 最后五个问题 好不好 刚才那位手一直咬的那位 那位小姐 就是我在签证的时候 它上面会有几个问题 然后其中有一个是 关于 问你之后 会不会参加医疗的 或者是 会不会去上课 上英文课 答三个月以上 那它 这些问题 它是 完全 如果你Go for 那它是不是 就完全 就完全不能去做选择了 然后 或者是 课程的话 是三个月内可以吗 还是三个月以上 就不行 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 医疗方面可以 就是去观摩 或是当医工吗 这样 然后 还有那个车子的话 全显 它有包含 别人开我的车 它能不能陪那个人吗 这样 然后还有就是 我其实还有护照的问题 我不知道能不能私下再问 我问谁这样 好好没问题 这次要问题 好好好 我们就记起来了 好好好 那位小姐 现在这位女士 女士先优先好了 再来是好 那个各位长官您好 就是我想要请问一下 像是说如果 我们要准备要去澳洲 或者纽西兰那边打工 打工度假的话是 事前大概要准备多少钱 就是像是什么 一些事情的签证啊 或者是订机票或者就是到那边的时候 再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前的一些 可能就是食宿啊 之类的费用 大概需要准备多少的金额 才会比较足够 好 那位先生 那位男士 喂你好 其实我想要帮那个很多背包客问一个问题 因为最近我们常常会去问到这些问题 好 因为在贷款的方面 好像说 只能在读书的方面 要有读书才可以申请这个费用吗 你刚刚所说的那个中小企业的问题 好 然后还有在保险部分 就是说 其实 旅评险好像不含工作意外 那我想请问说 现在台湾就是有没有类似这样子 在国外工作受伤 然后 可以赔偿的一些 因为很多保险公司他可能会想要 为了要赚你的钱 他都说可以 可是真正的旅评险 好像现在没有在保工作意外险 所以我大概是这两个 比较专业一点的问题 好 好 谢谢 在这边这两位好不好 好 那位小姐 我想请问就是 因为我们出国如果说 生病的话 会有比较多的医疗费用 那如果说我们从台湾要 可不可以就是带一些成药过去 那是不是有哪些成药是不能带过去的 那如果说 那当地会不会有像我们台湾一样有药局 那是不是有需要开除房间或什么之类的 嗯 谢谢 最后面那位好不好 没关系大家不要担心 这个五个问题问完以后 我们完以后一点结束 大家都还在这里私底下再来问 没问题好不好 不要太担心 那个掌管你好 我 我是预计七月出国 然后我在六月下旬有收到 就 教召令 然后我当下就已经去 后备指揮部申请免招 然后他最近有寄到 就免招令过来 然后他上面有著名一个就是 需要 检据内政部出国及移民署证明文件 那我想请问的是 这些东西是我到 我出境到 澳洲 就入境澳洲之后 请我要 在那边 用我护照申请银本 然后传承回 后备指揮部吗 然后我第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在 因为需要 大概都会一年的时间 然后我在这一年内 会不会再收到教召令 好 谢谢 好我们现在 就开始答复这五个问题 那五个问题完了以后 我们时间限制就结束了 但结束以后 如果他还有问题 大家继续 我会再 把握机会再问一下 那先问 我刚才很抱歉 刚才有个兵役问题 也是没有答复 另外还有教召令这个答复 我们 鸿蜜是可以答复吗 有关教召令的部分 据我所知 移民署 就是说 你在出境之前 你就需要去办 那到 就是说 比如说你住高雄 你就到地方站 基本上这个东西 是说 让你解除出境的管制 因为你是义男的义林 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不能等到出国 那如果你出国之后 你收到任何的召集令的话 这个你家人可以直接跟内政部 去做联络的 现在因为很多青年都在国外 所以基本上 内政部是非常权宜性的做法 不会在这上面 跟大家刁难的 这是这部分 可以吗 可以吗 好 我们保险问题是非常的多 好 刚才这位来宾有问到 就是说 到底旅行平安险 它是不是不赔工作的意外 那事实上 以我们现在的旅行平安险来讲 它是以日期为认定的依据 就是说 在你所保险的这个旅行期间 所发生的任何意外 事实上它都应该要理赔 它不要去问原因说 你到底是跌倒 被车撞 还是说是因为工作 原则上只要在它的保险期间 之内所发生的意外 即便你说你要去澳洲旅行 可是你在从家里出门 那一段期间假如发生的意外 是在保险期间的 它也应该要理赔 所以其实 这个部分我想并不用担心 那当然假如说 真的有这样的争议 其实可以向保险公司来申诉 然后假如说 后续我们其实还有一个 平衣中心 一些后面都会来协助 民众做这个理赔的纠纷的处理 那我想大概简单说明 所以有什么问题 找我们金管会 好 其它其它还有一些 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几位这个教授 和二位作者 是吧 劳动部有没有 和你有关 没有啊 好 那个关于交易部12万这个贷款啊 很抱歉 因为我临时 这个接到教育部那个传真 那如果有进一步细节 可以上网到教育部青年署的网站 或者打电话到教育部青年署去问 好不好 这个如果再有问题 打电话给我 我来帮你问 因为我是临时 接到那一张传真 我是帮忙转达 那有个进步问题 就按照刚才方式来寻求答案 谢谢 好 我们还有一些 这个到纽西兰区 到底是要准备多少多少的基本的钱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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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耀 可不可以带 这个就我们几位几位 去要带多少钱 那个基本上就是说 你至少要 规定就是要有十万的财力证明嘛 那带多少钱的话 其实我建议就是 嗯 可能要先带多一点 就先准备多一点 因为你的 你带的钱多寡取决于 你到那边到底还有没有收入 那保险一点的做法就是说 你可能先准备个二十万 那就是可以预备 如果你有找到工作 其实二十万或许也会花不到 那当你有工作 你收入就会增加 所以这是可能钱的话 需要再多多多大一点 不过就是说你可以不用 基本上带十万去嘛 那如果你到时候不够的话 事实上也是可以用 就是用汇款的方式 汇到你就是当地的银行 所以这个是 比较不用担心的 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 那个 是不是就是说 一定要去念语言学校 念三个月这种要求 那以我的经历来讲的话 那时候申请是没有这种限制 那现在的申请表上面有这种限制 这可能正确的答案我不太清楚 但是我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建议的 建议的那个读书的期间 那可能待会可以把这个问题再看 是不是我们外交部这边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或是那个三公半自处 澳洲或是纽西亚人三公半自处 那还有一部分问题是带药 就是说 厨房签这个部分 那个 在纽西亚人的话是需要 医师开厨房签的嘛 那 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病 其实也很麻烦 也蛮花钱的 那我建议就是带药去 那药是可以带的 那你就带一些基本的 比如说是这个 胃肠药 或者是说那个 普拿疼 那带一些这些基本的药过去 就是说 以备不食之需 那如果真的就是说 在那边生的 比较重大的疾病的话 就是 你再 找当地的医院去看这样 是 那我也回答一下 那个钱跟 药的这个问题 因为 呃 我会建议啊 大家就 呃 我会建议大家准备十万块钱 比较 比较 如果要讲一个数字 大概就是十万块钱 那你就去想说 你在那边 第一个月好 你要在那边活一个月 那你要再 假设你要在一个月内找到工作 你需要有多少钱 你用这样去量 那再怎么样 你都要有一张可以回来的钱 有机票可以回来的钱 这样 所以那如果说 可以的话 我希望大家去办信用卡 因为如果 再怎么样 没法多啊 钱都没了 你刷卡还是可以回来 这样 那在 当地的话呢 他们会 你去开户 他会问你要不要开那种 Debit卡 Debit卡在台湾翻译叫什么 我忘记了 但是 它就是 就是 有点像信用卡这样 但是就是 它不是 预付的 它就是你 银行账户 你会有一千块 你可以刷的额度 就是马上call这样子 但是他可以做信用卡 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是订票啊 订一些 特别的东西这样 然后推荐大家去做这些 就是 在办的时候跟他讲 然后另外 在 钱的部分 我当初去澳洲的时候 我只带了台币四万块 其实不鼓励大家这么做这样 因为 那时候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 可是其实我觉得 钱这种东西就是越多越好 而且 你带多一点去你就存着 因为他们利率很高嘛 你也没差啊 你没开到你也是贪 那另外 药的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去找医生 或是去药局 去开一些 就是你平常会使用到的药 然后把这些东西的内容都写下来 然后 有那个证明之后 你过海关的时候 你可以给他看 然后 如果他要问你问题 他其实那些东西 他自己 他 有医生开立的证明 有英文的 他其实都会给你过了 就算你要带中药也是 嘿 你就是 但是你不要带那种 什么生的 什么海马肝那种东西 回去 当然就被扣押嘛 那 就是 去的话只要解释一下 其实是OK的这样 嘿 然后 医疗的话那边 大概分三个层级 澳洲大概分三个层级 最小的就是那 clinic就是小诊所嘛 然后 在中一级的就是 好像是medical center 然后再上大型的才是hospital这样 然后 但是都很贵 而且 通常他们 我觉得台湾 在 会比较习惯说 他会开个药给你这样 可是 就是 在澳洲我问到的 包括自己的经验区 都是开 可能就开个维他命这样 开个普拿藤这样子 但是你看到那个账单 你就发现 好像病更严重了 因为很贵这样子 嘿 所以 其实多休息 然后 就还好啦 然后我自己有个秘诀 就是 你早上起来发现 诶 喉咙种种的 然后 就喝姜茶 连续给他喝一个礼拜 你去China Town都可以买得到 嘿 早上起来喝姜茶 非常有用 这样 嘿 好 先讲一下那个三个月的事情 我再补充他的 不是 那个就很像在去那个 出入境的时候 有没有问你说 有没有夹带十万美金以上啦 有没有这个 攜带危险武器啊 所以你要不要写 你写 会读超过三个月 如果你有写 抱歉 拒签 你要读三个月以上 你应该升起学生签证 不是打工有学的 所以那个就写不会 这样就好了 那回过头来讲 这个医疗 如果他这样可以够完 代表真的是运气好 因为按照规定是 除了学生签证以外 不可以 读三个月以上的书的 四个月马上改了 反正就是说 不让你读长期的啦 像各位 如果你要来我们学校就读的话 你要改学生签的 再来就是说 刚刚讲的那个 那个药的部分 这个 对 自己要带 因为像antibid抗生素 这些东西 那边都是要去看医生 不只是钱的问题 是麻烦 你要make appointment 你要等 举例啊 如果像这个一般GP 你大概可能等一天两天 你就可以看到 一般的家庭医生诊所 专科的皮肤科 你要排队排两三个礼拜 自费 所以说 如果是公立的 你要可能要等三个月 所以 该带的基础的药 就自己带齐了 然后 开 开户的时候 记得要强调你是外国人 你要看到他给你开的税率 外国人的税率是2% 当地人是33% 所以 那 有时候国外的人他很糊涂 他没有注意 就随便给你开一个当地人的户头 那你的税就被扣 扣得很冤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 我补充说明一下药的问题啊 这个如果 假设你有 长期的慢性病 那在台湾看健保 这个有时候在国外 像纽西兰 不见得有那样的医生 这个时候你需要从国内 事先跟医师讲好 这个 定期 由家人帮你寄药过去 记得一定要带医生的英文的证明 包括药品的英文的名称 还有你的病况的英文的书信 这样你寄到海关的时候 才不会被扣留 我想我们时间到现在为止 已经差不多了 在这里非常谢谢 谢谢我们政府各单位 谢谢我们教授和两位作家的参与 当然更谢谢大家 大家的参加 让我们也得到很多 我们需要再努力的方向 这里谢谢 谢谢大家 最后我再替外交部做一个广告 我们外交部 有外交部的部本部 国内有四个办事处 国外有118个外管 我们对我们自己同仁的期许是 我们是日不落步 我们所有的同仁 对于我们所有国人 在国外发生的所有事情 我们都一定全力以赴 请各位要去奥牛 或其他地方度假打工的同学 还有这些度假打工的同学 放心 放心 我们外交部 我们政府一定会对大家 做最好的照顾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这一阶段的主持人 石竹蜜也 谢谢余慧各部会的长官 王教授 还有两位作家 好 我们也当然更谢谢就是今天 报名来参加座谈会的在座的各位了 好 我在这边补充一下讯息 我们今天现场实况转播 在网路上 我们可以线上来收看 但是大家今天在现场嘛 想要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精彩内容的话 下个礼拜一 下个礼拜一可以上到YouTube去搜寻 澳纽度假打工 澳纽度假打工 下个礼拜一开始到YouTube去搜寻就可以了 还有大家想要知道更多有关澳纽度假打工的详细资讯的话 除了上到外交部 也可以上到澳洲 纽西兰 驻华的机构 大家都只要上网去打上度假打工 好去搜寻 非常丰富的资料就会出现了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 希望大家能够勇于逐梦 赚得宝 玩得爽 谢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座谈会 谢谢